台大學院長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各位 我是童林昭 目前是台大原住民主 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們是第一次在台大校園 主外的地方辦這樣子的活動 會這麼做 是因為我們想看看 有哪些人對這樣的議題 這樣的方向有興趣 然後覺得平常好像接觸的機會有限 相對的在台大裡面 我晚上要住教室 也是要花蠻多錢 所以我們想出來辦辦 也接觸一下不同的樂趣 所以很感謝各位 可以在上課上班之旅 過來走 我們今天的講者 我們這個學期的系列 今年的系列 仍然延續我們去年 去年的強調是 社會典藏 因為那是我比較熟悉的部分 社會典藏 跟過落發展之間可能有的關係 我們今年延續在我們的大方向 它就會包括到 像是文化資產 或者文化和法律 或者說之前 也是蔡老師 在主導的原創條例 或者文化資產法 這些我們就感覺到 國家有許多的法律 新進的變化 跟原住民社會的發展 是非常相關的 所以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這個學期 下學期的話 是特別談人 他就想要入落的 方式 會有機場 會有談 這個學期 這個學期 這個學期的系列 我們開始 就先請蔡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看看 相關的國家法律 跟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 特別相關的這些法律 那蔡老師 我一定要介紹一下 他這個簡介有三頁 我想我不講那麼多 蔡老師 阿威波納 這是他的名字 他是塞德克福的背景 那也是 他的原來念書的話 在許多部 開法法律系出來的 後來是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法學博士 他對於 不只是台灣 他對於原住民族的處境 然後他在一個國家 應該有一個權利 他在這一方面 涉及非常深 他陸續在回來 教書以後 陸續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跟原住民族的權利 文化主 應該 如何應該被認可 在國家享有他 應有的權利 比方說他近年 應該說他這幾個月 把出一本判例的書 判例的整理跟解析 就是讓原住民族的文化 在法律 或最嚴格的 國家管理的方式 可以獲得到 受到這種重 他參加了非常多 也包括在學界 也會比較關心的 像是 學術的領域 什麼樣的研究是 符合學術的領域 跟原住民族相關的話 體質上面 甚至是 來發展到文化上面的研究 怎麼樣是 符合當地的觀念 當地的權利 那我們今天就請他幫我們做 這個系列的一個破題的演講 多元文化 國家法律 我們歡迎 蔡老師 好 謝謝黃老師 然後 還有 各位朋友 大家 晚安 因為我是 我回國今年 17年了 從美國念完書 我來17年 所以 那 我過去六年 其實服務的地點 都在華麗跟海東 那今年是 第一個學習在 台北 然後呢 其實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對於這個 這個 台灣的 東邊跟西邊的一種 生活上面感受的差別 就是說 因為台北真的是 什麼都有 而且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 找到 有人跟你一起參與 特別說 你今天想要從事的一些工作 常常就是一個人在做 其實會很辛苦 所謂的辛苦 其實也不是說 這件事情很難做 是那種孤單的感覺 但是到 很多人一起做 其實就會慢慢有那個動力 會有更多的想法 那我們之前 我自己在華麗台東 過去這六年 其實這樣的一種活動 這樣的一種小型的讀書會也好 分享會也好 或者議題的探討 其實都很難去發展 那也很難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到了台北之後 我發現其實 特別是在大安區 有很多這樣的一種 小小的店 走幾步路 你就會看到 有一群人住在一起 在討論事情 那我覺得 這種感覺 非常的好 可以比較 在對於自己的一些 這種 有興趣的事情 可以從一些 完全不了解 可以開始到認識他 然後去認同他 甚至進一步去支持他 那這個特別是有一些 比較不會被關注到的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本身 很容易 因為這個媒體的曝光 而特別去凸顯一件事情 反而去忽略掉一些 那個 在生活周遭當中 這個每天都在發生的一些 比較少去被關注的一些 像這個議題 那原住民的議題本身其實 一直以來也都面臨到 這樣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其實他並不是不重要 那其實也有很多人在關心他 那只是說 關心的方法 還有說這個處理的 這樣的一種 這種策略的一些討論 好 那 我想 今天真的確實是很 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說 在這裡 那種 這個 那個 因為過去任何的一種 演講也好 或討論也好 那個都基本上都是有目的性的 甚至 會邀請來的也都是有目的性的 沒有想到這邊 遇到老朋友 那個很久沒有看到他 那個真的 那個 我們好像一年沒有見了吧 差不多啦 去年到今年 好 那 今天這個主題 我想確實 就成那個 董老師的一些 一個 一個介紹 那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說 嗯 因為我看這個 中興本身 後面幾個場次 討論的內容 其實都非常的具體 甚至有那個個案 那 我一直在想 談論這個原住民族 跟多元文化 生在整個國家法律裡面 應該怎麼跟大家來分享 如果說 在座有一些 完全沒有概念的 或者說知道 沒有那麼深入的時候 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來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那 比如說現在台大最近 呃 本身就跟原住民族 有一個這個 衝突嘛 就是那個 就在我自己的故鄉 在那裡像 美鳳龍長跟台大的 一個管理的一些 一些 一些爭議的討論 那 甚至說過去 很多一直在討論的 這個東台灣的 一些開發的 一些這樣 一個爭議 從美麗灣 一直到 那個 其他的 這個核被料的問題 等等 那其實 那一直到 去年也是發生了 這個日月潭 他要開發 一個 一個觀光飯店 那影響到這個 少祖 當地的日月潭 這個原住民族的 一些生存發展 一些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層出不窮 那就像我剛剛所舉的 這些例子本身 其實它不是現在才 說一致以來 這個原住民族 在面對整個國家 機器的運作裡面 其實 這樣的衝突 它是反覆在發生 那我剛剛所舉的 這幾個例子 其實 大家都想到 那樣都是跟土地有關 但是原住民族 那接下來 就演出一個問題 就是 那為什麼原住民族的問題 都會跟這個土地有關 這個是 我想也是希望 能夠從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說明 那 我自己 如果從我的名字上面看 剛才老師也說過 我叫奧尼莫娜 那這個名字本身 就是有它的一個 文化的內涵 跟文化的內容 那我自己本身是清流部落 有沒有 你知道清流部落在哪裡 有沒有 南投什麼地方 有去過 有去過 真的有去過 那邊 你 你為什麼會去 就是剛好從去 冰島那邊 在下 對 我記得好像在泰亞 附下村 所以只是經過而已 對 但是有進去 那 對 那個部落單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無聖事件的這個 主要的一個聚落 那 那 當然也有它的一些 歷史的緣故 我就 不多談了 好 所以我 一直在想 我應該怎麼開始 今天的討論 那 這麼說 我先從這個原住民族的概念 來跟大家來談 因為原住民族這個概念 不是 現在可能很多人 我覺得是 它理所當然本來就存在 但是 這個名稱其實 很年輕 一直是到 1994年的時候 這個名稱才存在 所以可以看到 有原住民這個概念 到 今天為止 也不過才20年而已 從1994年 剛好到 今年是2014年 所以也不過才20年的光景 那 在這之前 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原住民的概念 從過去 一直到20年前 就是一個概念在 描述它 就是反 所以呢 這個 我記得我們以前 小時候當然就是整個 這個 這個 族群關係開始 就原住民的概念 開始慢慢起來 所以 就會開始去反抗 用這個名稱 來去 對我自己做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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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標籤化 所以 那我們常常就會說 我們過去 在年輕念書的時候 所謂年輕就是 國中 高中 就很厭惡人家 從我們就反抗 只要講人 那個當然就是會有 會有這個 這個 打架 鬥毆事件就會發生 那我們一直到 練大學的時候 剛好是 這個 原運 這個最 當然是應該算是高中 所以那個時候的 這個原住民意識 更更強烈 所以 我記得那時候 在台大面書的時候 我們台大的 那個學生 常常在校內 跟人家打架 那個其實 並不是說 我想要跟人家鬥 而是因為 常常會有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名稱 去對於我們 我們現在 所熟悉的原住民 去做 一個 一個描述 那 其實我自己 自己的生命經驗 也曾經經經歷過 就是說 我自己的另外一半 其實不是原住民 那 結果呢 我在 我在追求我另外一半的過程當中 終於 過了一段時間 要去見我 現在的這個 岳父岳母 那當然 她就會問我說 我是哪裡的人 我的背景是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 已經是 原住民的概念已經出來 所以 我太太就很主動 就跟我的岳母講說 她是原住民 她是哪裡的原住民 那 結果我的岳母就說 她什麼是原住民 因為我的岳母其實 她現在六十幾歲 快七十歲 她從小是在澎湖 有一順長大 然後後來 大概到 大概到 三四十歲吧 才 才搬到台灣來 才搬到台灣來 所以 她 在她的生命經驗裡面 其實對於原住民的概念 是 不存在的 但是呢 有一個概念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凡 所以呢 後來 我跟我太太就嘗試 要去解釋什麼是原住民 所以 到最後 我的岳母就說 就是 她以前說的 就 對我來說 我一直在想說 嗯 她說我岳母 我就不能跟她翻臉吧 對 而且她都 還 還沒有 還沒結婚 所以我 非常客氣的 可以說明 但是 我 再搭不下 我有去思考 我也不能夠去 這個責怪一個老人家 因為 這個名稱的存在可以看 是有四百年的歷史 甚至更早 所以呢 這個名稱本身 其實已經 某種程度上 已經內化在 我們這個台灣的社會民眾的 一個 一個意識裡面 所以 可能 有些人在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沒有任何的惡意 但 也有 也有 也有些人其實是有惡意 在使用它 但是 這個名稱 喔 就衍生出來 為什麼我們會用藩這個字去形容原住民 這個其實都有 為我來說 其實它有非常 重要 而且嚴肅的法律 的問題在裡面 就是我們今天 指稱原住民叫做藩 一直到 比如說 清朝開始 開始用這個熟藩生藩 到日本時代 熟藩的概念出來 那一直到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用三包的概念 到最後用原住民 其實這裡面 有非常嚴肅的法律問題 在裡面 什麼樣的一個法律問題 我想這個 這個人 大家如果喜歡 這個迪士尼卡通 應該都很熟悉的是誰 他就是 那這部電影其實很直白的 也很非常輕鬆的去 去描繪了這個 這個十五十四到十六世紀 這個歐洲殖民的一個過程 那他到美洲大陸去以後 遇到了這個 當地的印第安人 兩個互動的一個過程 那這兩段話當然是 他的這個電影的主題曲 當然也是這個 你主角跟這個白人的水手 來去表達的一些想法 兩段話裡面 其實這裡面 他到底在講什麼事情 他說了 你認為你佔有任何你到過的地方 這邊土地對你來說 不過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這就是在白人的一種 財產權的概念底下 去建立起來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啊 我今天到了一個地方去 如果這個地方是沒有人的 那我當然 在英美法的概念裡面 就是first in time first in right 先到的就可以主張權利 只要是沒有人的 這個想法其實一直到我們今天 民法裡面 大家去看 無主地的佔有 或者說實得物的取得 你先在路邊撿到了一個東西 那當然你不可以馬上主張 那是你的 你現在交到派出所去 經過了六個月以後 沒有人來去主張那個東西誰的 那個東西就是你的 只要沒有人的東西 你先發現了 經過法律的認可的一段期間 你就可以去主張 你對那個東西有權利 那就在西方的財產權的制度底下去 建立起來的人 對於我的支配關係 那他接下來就說了 但是對於我這個印第亞的人來說 我認識每塊石頭一花一草 他們都有名字 領基的生命 所以呢 他就傳達出這個原住民族 跟所謂的歐洲的這樣一種文化之間 對於財產 對於生命的這樣的一種 概念的一種區別 好 第二個 他這邊又說了 你認為只有那些看起來跟你相同 或思考跟你一樣的人 才屬你族類的 這邊就開始去界定 就是權力主體的概念 我們今天都知道 你今天要去主張 或者你要能夠什麼叫做權力主體 在法律上概念就是 能夠行使權力負擔義務的人 才能夠主張你是一個權力主體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要成立 你今天想要去行使憲法上 所賦予給你的這個機會 或者是結社的權利 什麼叫做結社 就組織人民團體 所以你要組織人民團體 你才可以去主張你有結社權 所以你要是法律所鎮定的權力主體 你才會有權力 那我們現在民法裡面所規定的權力主體 就是自然人跟法人 所以什麼叫做自然人 我們當然應該都很清楚 自然人就是你跟我 但是在過去的歐洲殖民時期 什麼叫做權力主體 要跟你一樣的人 才是屬於權力主體 所以他這裡面就 概念上就要去排除那些印第安的人 因為你跟我不一樣 所以你不是一個權力主體 所以你是可以被什麼 在整個英美法體系底下 你是一個可以被支配的財產 可以被處分的一個標的物 然後呢 他這裡就說了 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探索 你可以聊比較更多人不知道的事 那就是不同的文化的概念 講到這裡 大家可以開始去想一件事情 這兩段話是連結在一起的 也就在於說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文明跟野蠻的論述 其實是深深的支配著國家 跟原住民族 在整個殖民活動的擴張過程當中 的一種法律論述的工具 也就是說我今天怎麼去看待 這個原住民族本身的概念 在法律上 在國家的法律上 是特別有意義的 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大家可以回想 在殖民主義之前 就是整個歐洲 整個世界上 過去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前 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前 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權力者是誰 那如果去瞭解整個基督宗教的文化 就知道在還沒有國家形成以前 整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 叫做教宗 所以呢 整個歐洲是被基督宗教所支配的 所以所謂的十字軍東征也好 或者後來整個殖民主義擴張 其實它都是高舉著 這個基督宗教的傳播 然後他們都是帶著什麼 教宗所賦予給他們的這個誡命啊 來去進行這個 整個基督宗教的這個傳遞跟戰波 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做的 就是去佔領這個土地啊 那我怎麼 他們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拓荒的過程也好 或者說殖民的過程也好 他們怎麼去找到依據 在基督宗教時期 十字軍東征最可怕的事情 甚至說那個羅馬帝國時期 他們怎麼樣去擴張他們的領土 他們就用一個概念 你是不是基督 你是不是這個基督宗教的這個信仰者 你如果你是那你當然就輸我 如果你不是就是所謂的聽著了 異教徒嘛 大家可以去揮想一下整個這個實際運動者 然後呢這樣每一種概念 也就變成說你今天要是屬於一個 文明社會的成員 你必須是什麼 基督宗教的這個信仰者 這個概念後來被延伸到 是殖民主義的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運用上面 所以大家去想原本的教宗 是在西班牙跟葡萄牙 後來呢這個英國也好 大國也好 他們當然就變成說 為什麼只有你可以有 為什麼只有你那邊可以有教宗 後來就衍生出整個宗教改革 三十年戰爭 就那個路德教派 英國也立了一個教宗 大家就用這種方式 來去做擴張 後來就形成 現代國家體系就形成了 那這現代國家體系 講的是什麼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現代國家體系的形成 最早我們英文 國家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Nation State 什麼叫做Nation State 就是民主國家 就是因為這個三十年宗教戰爭 結束了以後啊 每個地區都有它的一個民主存在 所以呢 就一個民主是一個國家的 概念就形成 那這個一個民主 加上一個國家 必須配合你自基督宗教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信仰者 你才能夠被合法的 被認定你是屬於這個國家體系的成員 所以這樣每一種論述 建立起來以後啊 就讓這些歐洲國家 在整個殖民主義擴張當中 是無往不易的 那但是這些都是建立在歐洲 所謂的這種 這個法律體系裡面 所去運用的一個所謂的 發現原則啊 就是在英美法上面 有一個Doctor of Discovery 就回到剛剛那個 Pocahontas所講的 我先發現了 所以我有權利 我先發現了 所以我有權利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在台灣有沒有 非常清楚啊 大家如果去看那個 最近的 也不是最近 已經段時間 在的賀巴萊 原本這個 中央山脈 日本從清朝政府這邊 取得了台灣的統治權限 但是中央山脈這塊區域 他們一直都沒有實際上去做這個治理 那當然他為了要發展殖民 這個殖民地的經濟 就他們必須要開始進入到這個山區裡面去 所以後來有許許多多不同的這個原住民 跟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個 一個對抗 那我們這個 書本上最常學到就是物色事件 那大家去看那個電影 電影裡面一剛開始在上集的時候 這個日本日本人被賽員熱主打的這個洛華流水 第二下集出來以後 他發現到日本人開始派軍隊來打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派軍隊來打 當時1930年 1930年有什麼 有國際聯盟 就是其實有一個國際法存在 在當時的國際法其實是禁止你用武力去征服另外一個區域去取得它的土地 是被禁止的 因為你不能用武力去取得另外一個有人居住的這個區域 那為什麼會被禁止 因為我們整個世界上經歷過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 我們已經禁止再用武力去征服另外一個 因為會造成世界的這個不穩定 所以日本政府他用什麼理由去合理化 他用武力去打賽德克主 大家去看那個第二集下集的時候 他一直打不下來 所以那個將軍他到前線去 就到那個物色那個地方去 結果那些在帶兵打的人就跟那個將軍說 這個賽德克主的這些勇士們 基本上都是像日本的武士一樣 結果那個將軍反駁什麼 他說他們怎麼會是武士 他們不過就是犯人嘛 他們不過就是野蠻人嘛 他們不過就是野蠻人嘛 所以就開始用大規模的武力去打 然後後來武力打還是打不下來的時候怎麼辦 就開始用那個什麼毒氣跟化學武器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用武力打都已經不可以了 我怎麼還可以用化學武器去打 那你去看這個為什麼美國他要打 他是海山吧 他是海山吧 他被理由是什麼 因為不惜說他發現海山有什麼化學武器嘛 所以他就可以打他 當然這個都是很荒謬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 都不可以主張他有化學武器 當然你更不能夠去使用它 所以日本人那時候為什麼可以用這個化學武器 來去逼迫這個賽德克主要投降 很簡單的理由嘛 因為他已經界定了他就不是所謂的human being 就不是人類啦 如果他是人類他就不能夠用這種方式來去處理他 那所以他背後的這一套的法律論述 其實是主理執政他去做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更細緻的去看當時 其實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在中國大陸 其實他有提這個抗議 提抗議到這個國際聯盟去 來去譴責日本政府使用化學武器來打賽的克主 這個在整個國際法的文獻裡面是都有的 那當然這個大家比較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其實這裡面 今天很清楚的我們今天原住民族的概念 其實延伸到今天來看 其實他有非常久遠的這個歷史的根源 比如說國家對於原住民族跟他的土地領土 很支援的掠奪和實施統治 或者說對原住民擁有主權 這個是可以回溯到羅馬帝國時代傳承下來的這些可怕的含義 也就是說這個他不是人的這件事情 所以回到我前面所談的 這個這個概念一直到1945年之前翻這個字眼 就是國家運用法律這樣的一個工具 來去合理化它掠奪或者說對原住民族土地 這個主張擁有主權的這樣一種非常完整的一個法律論述 那這樣的一個論述當然就衍生出我們今天這個人住民族的土地 你今天要去主張的時候就很清楚的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不正義 因為你在當時的那個時間點就已經是非法的取得 好 那但是這個故事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就結束了 那接下來要談就是說 那國民政府來了以後用當然就捨棄掉翻的這個概念的使用 用了這個三報的概念 這個用意又是什麼 用意當然就是說很清楚的 一樣回到文明跟野蠻的論述 因為到1945年以後很清楚的 你用任何征服的方式 這個征服也就是你用任何強迫的方式 讓原住民接納這個國家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它就轉化一種方式 用所謂文明的階段 用文明的階段來去處理原住民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三報這個概念 如果大家有時間 在回去挖整個省政府時期 它統治或者說治理這個所謂的三報的政策的概念 就寫得很清楚 三報的定義就是 第一地理位置偏遠 第二就是生活方式比較落後 第三就是它沒有跟漢人社會之間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從國家治理的角度 做為一個文明社會的成員 我就有這個責任啊 讓你成為文明社會的議員啊 讓你成為文明社會的議員 所以呢在你還沒有進入到所謂的文明社會的這個階段之前啊 你是需要國家的支持 需要國家的輔助 需要國家去幫你改善你的生活狀況 所以很清楚從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 就是所謂的三地平地化的政策 就是要把這個三地人變成平地的尼摩一樣 這個整個概念當然就是如此 這也就是為什麼 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這個我們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這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它就是要賦予原住民土地權這個概念 它終極的目的就是要讓原住民族有土地權利這件事情 那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只要是沒有人在耕作的土地 那你去耕作了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國家就會給你這個所有權 那原住民它去主張 它長期以來幾百年來所生活使用的土地啊 國家必須要對你檢驗一剛開始是十年 也就是說其實那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前身是三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它在民國37年制定的 那開始讓原住民族可以申請取得所有權 是在民國58年 大概也是經過了20年之後 所以這20年是在做什麼事情 這20年就是國家透過三地平地化的政策 讓你學習國語 讓你學習漢人的生活方式 讓你學習什麼 學習種植水稻 等你前面這個階段都學會了 開始我要讓你去了解 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是什麼 也就是私有權 但是我又不希望你啊 太快的受到這個市場經濟的影響 所以給你一個十年的期間 所以原則上 你今天在過去一剛開始 原住民可以申請保留地的所有權的階段的時候 我從開始申請取得了使用權 取得了耕作權 要經過連續十年的耕作啊 我才可以把我的這個使用權 或者是耕作權轉化成所有權 那原因是什麼 就這個十年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十年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去檢視 你有沒有按照國家使用 規定的使用土地的方法去使用這個土地啊 那一直到今天這個辦法還存在 它只是從十年改成五年啊 所以原住民今天我要去取得 我過去祖先傳承下 一直在使用的土地 我還不能馬上擁有 我要經過申請 然後當這個國家認定說 欸這個確實是你祖先所使用的 好開始計算時間五年之後 你才可以來跟我換這個所有權 那這個其實就是整個在同化 比如說我們在講這個同化的思維裡面 從這個人類社會文明階段的進展的過程當中 來去界定這個原住民族的一些人 一些統治和民族的方式 好 所以其實名稱對於國家法律在處理原住民的問題 其實非常非常的關鍵 所以其實我們待會可以看到這個差別到底在哪裡 比如說從1994年一直到1997年 把在憲法裡面修正了這個三包變成原住民族 從此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個原住民族的國家法律或者是立法 就已經跳脫這種這種所謂的這個主客意味的這種 這樣的一種思維 就是說從制度面上面去看確實是如此 就是說從主位的這種角度來去立原住民族的法規 至於落實面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前面講的這樣一段這個比較屬於歷史層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可以說在目前國家的法律的這樣一種結構裡面 原住民族它權利的基礎到底是來自於什麼地方 因為這個基礎如果講不清楚的話 或者說大家不了解 其實就很容易去誤會 甚至說會產生對於原住民族權利的一些負面的思維 或者說這個原住民族權利啊 這個基本上他們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或甚至說為什麼他們可以有啊我們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整個台灣的社會 其實對於這樣的一個事情的理解 其實都還不是那麼的充足 像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的這一小段濃縮版的這樣一種歷史 那這樣一個濃縮版的歷史回到今天整個國家的立法 在這個定義或者說定位原住民族權利大概有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第一民族論的角度啊 這個當然第一民族論當然就是 我們講這個加拿大的這個這個原住民族 他們自稱他們是第一民族 那就先於任何其他民族就在這塊土地上面生活 也就是傳統領域上的主人的地位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從所謂的族群文化的主特性 就差異傳統的地位 就是我們所謂的多元文化的角度 所以從傳統領域的主人這個地位來看 也就是希望能夠去讓整個大社會理解到 原住民族過去所遭遇到的這樣一種 國家統治上的不正義 所以呢今天我們所提出來的 像這個土地的主張自治的主張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回復到什麼 過去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的社群 該有的這樣一種權利的主張 那差異傳統的立論呢 其實就是希望在一個多元文化的這種概念裡面 每一個社群都能夠有一個平等 自由不受限制的這樣一種空間 跟這樣一種法律的範圍 讓每一個文化都能夠去發展 那只要這樣一種文化發展 不會去影響到另外一個 因為多元文化的概念是 當然是每一個社群文化都能夠獨立的發展 但是你在獨立的發展裡面 你也不能夠去壓抑 或者是壓制另外一個社群文化 所以呢比較局限性的人來說 當然就是說專門屬於原住民族文化的這樣一種事物 或是原住民族事物的角度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自主權 所以舉這個原住民族教育的這個角度來做思考的時候 它當然就結合了第一民族論的角度 跟差異傳統論的角度 就是說我今天因為受制於國家過去的同化教育 所以我今天做這個主張 在法律上面的正當性是能夠被建立的 另外呢我應該要形成屬於 我自己一套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但是為什麼原住民族教育法 留了一個空間給一般教育 就是我們不能夠因為去發展原住民族教育 而去壓制了一般教育的發展 所以差異傳統跟這個第一民族論 大概就是我們目前能夠去建立起這個原住民族權力論述的一個角度 那這邊大概也整理了一些這個 談多元化跟原住民族幾個比較重要的學者的一些討論 包含Charles Taylor所提到的 從肯爭政治的角度來談他 那這個Iris Young他談的是差異政治 那第二這個Will Plink他談的是自由主義多元化論 那我只是 因為我們今天也不是學術的討論 所以就很快的跟大家帶過去 Charles Taylor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說肯爭政治講的就是說 其實Charles Taylor他其實是一個社群主義的代表 也就是說一個個人本身 他的存在的價值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依附在一個社群 所以他這邊所說的個人人格的完整性 其實包括了社群本人對於個人身分認同的建構 所以個人人格的完整性如果不健全 對於個人而言是有害的 所以也就是說個人是依附在這個社群底下 你這個社群本身如果不完整的會影響到這個個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去思考他 那另外他提出一個本身性的概念 就是ersenticity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概念其實 其實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會有一些這種不同的這種對話也好 或者說這種論辨 那這邊本身性的概念其實在談論就是 這個社群本身的那個本身性是什麼 那因為個人要能夠依附在這樣的一種社群的本身性裡面去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這樣的一個社群一個正當的位置 那 Iris Young提到的是一個差異政治的概念 他這邊所提的也就在於說其實簡單來說是這個 由於因為我們一般來說強調是一個自由主義 特別是在我們國家的法律裡面 也不是只有我們國家 其實全世界的法律都是建立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這種概念底下 也就是個人權制上的這種角度 因為自由主義忽略了群體身份對於他的成員的重要性 因為自由主義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對於這種這種這種個人的差異 其實他是一個所謂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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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不應該去看到這個這個個人之間的差異 自由主義在談的事情 但是呢 Iris Young就提到了自由主義其實會忽略的群體身份對於他成員的重要性 乃至於啊 以群體身份為基礎的不平等 使得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啊 無形中強化了居於支配地位群體的地位 因為你一直去強調這個自由主義 強調個人權力的時候 他會沒有辦法去看到 由這個群體身份對於成員之間的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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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性的重要性 反而掉入到這個民主制度 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我們就屬人頭嘛 好 屬人頭的結果底下一定是居於支配地位的群體 他就能夠永遠掌控這樣一種機制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整個憲法的架構裡面 大家如果會仔細的去看憲法的拯救條件第十條 好 我自己是把這個憲法的拯救條件第十條 把它擴大成是一個多人文化實踐的不同的面向 因為在多人文化在憲法的拯救條件第十條裡面 因為他所關注到的是什麼 性別的權利 身上者的權利 這個老年人的權利 還有什麼 原住民族的權利 甚至什麼 環境權 都在性別整個條件裡面 第十條的內容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多元文化的概念的時候 如果純粹去屬人頭 其實這樣的一種性別整個條件第十條 這個精神是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就像生障者 你就永遠不 你在所謂的民主制度的運作過程當中 你的權利很難很難被彰顯 那現在我們從過去這幾年 台灣其實非常熱烈的一個討論 就是從同性戀者的這樣一種權利的討論 那到底同性戀者的權利 權益也好 如果說我們回到現有這樣一種民主運作的機制去看的時候 它會一直被邊緣化 會一直被弱化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同性戀者 或者說同性戀者這樣一種權利的討論 它已經慢慢的去轉型 所謂的轉型 就是它結合了不同的思維在裡面 我其實非常認同 像所提出來這種多元成家的概念 已經不是在強調個人的這種 這種性向作為基礎的一個討論 而是從一個社群存在的價值裡面去思考 所謂家的想法 所以多元成家它不是只在關注到 這個同性戀者的權利也好 它是在一個保障一個人選擇他的生活價值 或他人存在的這種價值所建立起來的 所以因為自由主義它會忽略了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Iris Young就提出來 我們應該要給這樣一種社群本身 它應該有一個位置 那Kinica 那當然是這個我想比較多數的 這個在討論原作民族權利的學者 大家會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一樣要去注意到的 比較關注就是 其實任何的一個社 即便你再怎麼去強調這個社群主義 或集體權利 畢竟任何的集體都是個人去組成的 那我們也都會認同一個價值 每一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這個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這件事情 很有可能會在集體的這個概念被壓抑 所以我們要去找到它的相容性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給這個個人 有一個選擇權跟什麼 推出權 選擇權跟推出權 如果能夠 就從這樣一個角度去建立起 一套屬於這個原住民族的權利 甚至說一個所謂的集體權的概念 這個我們待會可以 可以從一些例子裡面來做一些討論 所以整體來說 當然現在我們大家會比較去提到的 這個原住民族的一個比較 大家要去follow的一個規則 當然就是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所以在這個宣言裡面 大概就把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第一民族論點 差異傳統論的概念就放進來 所以它第一段到這個前面之前來談的 就是關切原住民族過去所遭受到不正義 所以我們要因為有這個歷史不正義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不正義 希望能夠讓它能夠找到它正義解決的方法 第二後面這一段就是 我們要去尊重跟促進原住民族的語氣 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進行的那種歷史跟哲學的不有權 這個部分就屬於差異傳統的概念 所以其實都可以在這些文獻裡面去找到依據 所以我們憲法徵求條文 起到了這個多元文化的概念 它有什麼意義 實際上就是當然就是承認了我們國家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民族 就承認了原住民族跟法漢民族是不同的 那因為在97年的修法 從原住民加了一個族制 所以就去承認了它一個民族權 所以從這邊去開展出來 就原住民族的整個法制化的工程 就從這個時間年開始去建立起來 從98年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一直到2001年原住民身份法 2001年的工作權保障 逐別認定法 就開始慢慢就形成起來 到05年一直我們 非常重要關切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一直到這個傳統智慧中和保護條例 所以這裡面我想就要 這裡面大家就請一下去思考 為什麼要有這些法規 因為大家就會去想說 當然原住民身份法 那當然就很明確地告訴我們 台灣不是只有一個民族而已 那原住民族教育法 當然也是一樣 為什麼 大家就會 很多人在當初就會想說 什麼叫做原住民族教育法 是要教育原住民族呢 還是來去建立起 它原住民族所認同的一種教育體系 那當然就會牽得到 比如說原住民族傳至條例 看到這個東西 大家就把它想是 原住民族的智慧才安全法 那聲音就出來了 那是不是現在的智慧才安全的法律 是運作不好 或者說這個法律 是不是要去取代智慧才安全法 就有這樣一些討論 所以如果說我們沒有辦法 真確地去了解到這個種種的法規 它在思考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認同這個法律 一個法律如果你不認同 它不可能生效 所以在一些這個技術法學的討論 這個就提出來 法律必須被信仰 不然它將行動虛勝 這個某種程度上已經把這個法律啊 跟這個宗教連結在一起 但是這個也是在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你今天必須要認同它 它才能夠產生效果 你要注意 但是你要怎麼去認同它 你如果不認識它 你當然不可能認同 認識 知道 跟認同是有很大的差距 就像我們憲法裡面談多元文化 我們大家都對這個概念都堂堂上口 但是你生活中你沒有去落實它 就表示你不認同它 這個多元文化的概念是不可能被落實的 不可能被落實的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種落差本身 就希望我今天能夠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好 現在幾點 時間還有 所以前面那些大概就是我想跟大家談的一些 算是概念上或者是理論上的討論 接下來我們從幾個實際上的例子來去討論 第一個就是命名跟原住民族傳統習慣 也就是所謂的原住民族文化 命名為什麼重要 命名為什麼重要 它其實某種程度上也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在還沒有這些所謂的原住民族法規出來以前 它就已經修正這個法律了 好像是1995年的時候吧 應該是1995年的時候 也就是在 比如說我今天 阿威莫娜這個名字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我今天用 我的漢名叫做蔡志文 那也就是大家回過頭去知道 就是說命名本身其實就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國家用一個翻的概念去指稱整體的 我們現在所稱的原住民族 然後呢用所謂的漢名啊 來去取代你原本的名字 當然它有它統治上的意義 有它治理上的意義 而且這個命名制度 為我來說 它其實是 跟這個所謂的保留地制度啊 是瓦解原住民族社會最大的一個工具 最大的一個工具 因為土地制度跟命名制度 其實在原住民族的文化裡面 或者說習慣的規範裡面 它去建立起部落的概念 那個集體的概念就是這種命名制度 跟這個 可以說命名制度跟這個土地的這種管理 很利用嘛 其實是可以把它產生連結在一起的 那可以看到這個法律就在這裡了 那過去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社會 大概至少到我在念大學的時候這個階段 因為大家去看就是說 原住民族在使用姓名上 就是說從1915年之後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後 一直到這個法律的修正 大概是50年的時間 50年的時間 大概就經歷了兩代 Generation 兩代還是三代 那這個影響是什麼 就是說從第一個時間點 原住民族從日本名 回覆到這個所謂的漢名的時候 當時大家去想的是 當時台灣不管是地理、衛生、交通、交通、設備等等也好 非常非常的 沒有像今天那麼便利 所以你要去建立其他護政系統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就變成說今天可能護政人員 他到這個部落裡面去 而且每個部落的那種環境 又都不太相同 那你今天去一次 如果人不在的 那這一家人 你的名字怎麼給 他可能就變成不同的姓死了 所以在早期至少到60年代之前 同一個家人 直系選親 不會啦 直系選親比較不會 像說 同一個父母親的兄弟姐妹 他都很有可能是不同性 那不同性的結果 你經過了第二代以後 台灣的整個經濟的發展 部落的人可能出來謀生 這個就業 所以家族就開始 有了這個人口的移動跟前行 到了第三代 小孩子可能在外 就沒有在部落這個出生跟成長 然後開始就學就業 就產生什麼 在這個念書期間 就有這個相互看對眼就交往 交往 結果後來要 就到了對方家裡去的時候 就發現說原來自己的父母親 雙面父母親是親兄弟姐妹 就產生一些亂倫的問題 這個其實在過去是 也不能說常常有 確實是有發生過 所以這個命名制度本身 對於整個部落的組織的影響 其實不可說不大 那另外當然就牽扯到 是一個土地利用的關係 我想這個就是 如果說大家去了解 每一個族群不同的這種 對於部落資源 或者說對於部落土地的一種 利用管理的方式的時候 因為他過去 不管你是以家族為主的部落 或者說氏族為主的部落 或者是一個像排安族 魯凱族 這樣的一種階級制度的部落 的一種建立的形態 其實他每個家族 他相對應的一個權利應付關係 都可以在命名制度裡面 去找到他的連結 那透過這個命名制度 他也可以去連結到 整個財產的分配跟財產的管理 那你整個命名制度 跟把勞地斯有發下去以後 那整個就瓦解掉 這個東西其實就變成說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 那麼要去強調命名這件事情 或者回復到自己的傳統性命 就希望能夠把 過去的這樣一種管理機制 能夠把它建立起來 那部落組織的集體性 整體性就能夠把它建立起來 那也可以連結到 我待會後面講的一些法規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 命名本身跟傳統文化 跟它所延伸出來的法規範的一些影響 那第二個 跟我們今天所談的有關 那就是土地跟傳統領域這件事情 也就是在於說我們去看這幾個圖 這個當然就是清朝時期的統治的圖 中間這裡面它寫是深藩地 中間是沒有任何行政區域的 到了日本人來了以後 中間是空白的 所以到日本統治初期啊 中間是空白的 因為我沒有管理 那當然那邊就是空白的嘛 接下來後來到 日本實施完整的統治以後 就開始有了行政區的概念 後來到國民政府 就轉型成現在的 這個山林牆的概念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形成了 這個日本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去調查整個山林 就是他做了三次的這個 這個山林調查事業 應該是從1915年開始 還是1910年開始 做了這個三次的五年 調查事業就做了15年 後來就把整個台灣的山區 用了這些 要存治理也 準要存治理也 不要存治理也 未決定區域 就到底台灣有哪些資源 他當然就調查清楚了 調查清楚好了 準備開始實施以後 他們就戰敗了 就走了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就剩下這些土地了 就是保留地 就整個原住民族土地 跟傳農領域的這個概念 為什麼今天原住民 這麼care這件事情 因為或者說今天 我剛開始跟大家談的 梅峰農場跟賽勒克的這個 這個土地的使用者 之間到底有什麼爭議 當然台大也好 或者任何一個這個自然治理機關 都會說啊 我都拿得出這個所有權狀 我都拿得出這個國家 所給予這個管理機關的這個 這個法律依據 因為他不會去跟你講說 可是原住民一定會講說 在你還沒有來以前 我就在這裡來 對不對 證據在哪裡 這個自然土就是證據嘛 你都還沒有來 我就在這邊做啦 那為什麼你來了以後 就說那個土地是你的 所以就回到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國家法律 一直在忽略的事情啦 但是我在 剛好有這個機會在美國念書 也上了一些他們所謂的財產 財產法的課程 就Property Right 當美國任何一個 也不能講任何一個法學院啦 絕大多數的法學院 在教授這個財產法的概念 第一堂課一定會討論這件事情 財產權從哪裡來啊 那英美法的概念 從我一剛開始跟大家所談的 First in time First in right 也就是啊 Possession is 9th of the law 今天你基本上 你只要能夠去表現出來 你佔有這個東西啊 你大概十分之九的權利 你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 跟大家談一個法律的問題 動產的買賣 像這個筆電 這個筆電不是我的 我今天要賣給這個童老師 童老師也不知道這個筆電不是我的 可是我就賣給他了 啊他也給我錢了 後來你是這個筆電的主人 你就跟我跟童老師講說 那個筆電不是我的 是你的 要童老師把錢退給你 是不行的 法律上是不可以的 因為動產要保護什麼 除非說童老師知道這個筆電不是我的 如果他不知道 他誤以為這個是我的 這個交易就成立了 因為我佔有這個東西 會讓我的交易的相對的人 就合理的去認為我是權利人 這個權利就會被建立起來了 那這個不動產也是一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不動產 不動產我們非常重要就是說 今天這個土地 如果你沒有使用啊 這個國家會非常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即便你是 今天即便你是所有權人 但是你對一塊土地 你都沒有去使用它 國家會去告訴你說你要使用它 因為你沒有讓這個土地發生經濟效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大也好 或者每個學校也好 都一直在蓋東西 因為那個這樣一種做法 是讓大家知道說你有在使用它 我自己的這個 這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就在旁邊而已 我們學校最靠近西南路這邊有一塊空地 結果呢這個 因為台北市村土尊敬 所以這個台北市議員就發現說 這邊有一塊土地還不小 然後就要求這個台北 我們學校說明啊 說這塊土地為什麼沒有使用 我們學校後來就擺了那個 累包啊 就說這是運動課上累球要用的 就放上去 就有在使用它 這就是大家去講 這就是一個市場經濟裡面去要求的土地 你一定要讓它產生經濟效益啊 你才能夠去對它表示說你有權利啊 Anyway這邊就卡了這個possession這個概念啊 好 所以呢 在美國學法律的時候 這個就會告訴這個法學的學生 雖然說我們講possession is 19th of the law 但是呢這個possession是什麼建立的 很清楚的告訴這些學生 possession的由來是從 剝奪遠處這個印第蘭的土地而來啦 所以在美國學法律財產學 第一堂課就是告訴學生 今天美國為什麼會在這個大陸上面建立起一個國家 就是它可能是用鼓勵 可能是用征服 可能是用買賣 可能是用條約 也從印第蘭這邊把土地 讓給這個美國的政府 然後美國政府呢 在用government grant去給現在的人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可以了解到 印第蘭人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一種歷史的一個過程 可是在我們國家法律完全不談這件事情 所以永永遠遠都沒有辦法真真切切的去理解 原住民為什麼要去主張土地權 也永永遠遠政府部門在處理原住民土地的時候 就是拿民國37年以後的這個土地權狀啊 來去主張說這是國有地啊 因為我沒有必要 我也不會去跟你講中華民國建立以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對我來說 那個不是我應該要去處理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樣的一個處理的時候 其實這個有關於原住民族土地 或傳統領域的問題 是永遠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現在其實要能夠去回復到這個狀態 或那個狀態很難啦 就舉一個例子來說 美國去過美國都知道這個紐約 它就很像是這個中古世紀的這個什麼 羅馬嘛 就是這個世界上最最最繁華的區域曼哈頓 曼哈頓從1980年代 這個官司一直進入到1990年代末期 就是曼哈頓區域本來是有一個印第安人的部落的一個生活區 叫做Onaida Nation 大家如果有機會 有對這個case有興趣 可以Google一下 Onaida Nation vs New York State 意思就是說 Onaida Nation在這個18世紀的時候 就美國政府剛建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它是有限制 只有聯邦政府可以跟印第安人做交易 其他任何的人或者是政府 也就是州政府跟印第安人所做的交易 國會沒有同意啊 那個都是無效的 好 所以呢 這個當時的紐約州政府啊 就跟這個Onaida Nation簽了一個條約 就是你把這個土地賬給我 那我就給你什麼樣的一個土地的交換 還有這個金錢的支付 後來呢 大家可以知道 紐約現在什麼都有 而且土地非常的貴 所以這個Onaida Nation啊 後來就按照了18世紀的法律啊 對於去提告 所以要去確認啊 當時的紐約州政府跟印第安人所簽的這個條約 或這個契約是無效的 所以那個土地是Onaida Nation的 結果法院怎麼判 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說啊 那個土地是Onaida Nation的 那他要怎麼還 他的土地就是在美國的曼哈頓的 那個最繁華的區域啊 包含那個炮臺公園 那個自和女神像那個區域 華爾街就是他們的土地 聯邦法院都這樣判了 結果那時候還衍生出很大的政治爭議 美國總統就說啦 既然聯邦法院的這個大法官們這樣判 就讓他自己去執行吧 就是沒有辦法處理嘛 可是問題是 法院的判決在那裡啊 所以就一直在協商一直在協商 好 這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 確實就是現在很多 可能原住民族所提出來這個土地權利的訴求 我們其實首先要去確認是說 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正當性吧 要去確認這樣一種 command 他是正當的 至於說你要怎麼樣讓他能夠 在現在的這種社會環境或國家法律體制裡下去回復 我想那個是後面可以去討論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不去 我連承認或者說確認都不去接受他 好 那這個幾個圖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圖很清楚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 跟這個國家法律跟這個原住民族文化有關係 當然就是跟這個專業法庭有關係 所以原住民族專業法庭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去處理原住民族司法權的問題 原住民族在司法上到底有什麼問題 法律不是說什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想這個大家都認同 大家的都可以理解 但是法律之前真的人人平等嗎 這個也就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司法的不信任 就從這個地方而來 就是這樣大家一般都會聽到嘛 有錢判生沒錢判死 這也是我們常常 就是對於司法的不信任 過去談戒口如法官等等 這都是我們一般日常生活經驗 他都可以去去了解 但是那這些問題放在原住民的司法案件 是不是一樣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其實那個考量點是不同的 我們當然 我們姑且不談那個一般 常常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會了解的案子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像原住民族跟文化在司法權保障上面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最重要的案就是強迫單位管制條例 野生動物保育法跟森林法 這三個法律對我來說 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歧視原住民的法律 什麼叫做歧視 也就是說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原住民族為什麼要持有列強 原住民族為什麼要去採集森林的自然資源 原住民族狩獵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也就是說狩獵也好 或者說利用自然資源也好 這些在概念上都是什麼 生活方式 都是生活方式 但是今天國家法律用刑法的方式來去判斷你這個行為 可能是違反國家法律的 換言之啊 我今天如果透過刑法的方式去判斷說 你採集森林資源這件事情是違反的 那我不就根本上就否定你的生活方式了 意思就是什麼 你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生活 你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生活 那這個想法其實雖然說後來有一些陸陸續續的修法 比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比如說尊重傳統文化或者說祭典 需要使用到野生動物的時候是可以開放原住民族去狩獵 那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在一些判決啊 當時大概在2000年之前的判決 會提到一件事情 原住民今天如果你要合法狩獵啊 他有一個概念 你如果有正當工作你是不能狩獵的 如果你有正當工作是不能狩獵的 什麼叫正當工作 就是你每個月都有薪水的話你就不能狩獵 因為法條說法官說啊 法條是說啊這個原住民族狩獵啊 當作是生活工具啊 所以呢你如果有其他的生活工具 就表示你不需要這個生活工具 所以你就不能狩獵 所以我們也曾經看過很多判決 就是我們一般有所謂正職的這個原住民的獵人 他去狩獵被抓到了還是被判刑 因為法條這個法官就明明白白的寫 你有正當工作 那法律是說你去狩獵或者是採集啊 是要工作生活之用 你既然有其他的這個謀中的技能 那你為什麼還要用這種方式來謀生 這個我想這個都裡面有非常大的一種 對於文化上面的一種一種一種偏見啊 或者說是一種一種歧視的概念 好這是一個啦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從這個 所謂的文化的保障的觀點裡面 去主張原住民族在司法上面的保障 去設立一個專業法令 就希望能夠有一些文化的視野 或者文化的視角來去看待這些這些概念 我想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去年12月17號 最高法院就做了一個判決 原住民族持有自制列強是無罪的 而且這個自制列強啊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去做 只要是你自己做的它就是合法的 只要你是自己做的它就合法 那我想那個到底我們應該 法律的這個所謂的寬容度 應該到什麼地方 或許還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這就是一個比較從這種 廣義上來說 就文化的視角來看待這件事情 另外就是我這邊所提的 我想比較重要就是文化跟語言的隔閡 什麼叫做文化跟語言的隔閡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過去啦 過去你今天要在一個訴訟過 你要在一個法院裡面 去使用非華語非中文 其實甚至會被指責的 那但是整個後來整個台灣議事的興起 或者說整個對於這個語言的使用上 用台語是ok的 那除了台語跟中文之外 你可不可以用其他語言 不行的 更不用說原住民語啦 那但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即便說現在反而有同意制度存在 文化跟語言的隔閡 在整個訴訟過程當中有什麼挑戰 有什麼挑戰 比如說這麼說好了 這個 英文叫做我們這個常常會自嘲啦 這個 待會再跟你講說什麼叫自嘲 How old are you? 這個概念 英文怎麼理解? 就你幾歲嘛 對原住民其實最近常常會用這個詞啊 來去在一些討論上面喔 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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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表達對於這個 學術研究者或者說其他 非常長期來關心原住民事物的一些朋友 就是說怎麼老是你啊 其實這個就是 反而又說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理解方式所傳達出來的意境不同 那另外 所以我們這個當然跟大家放鬆一下 文化跟語言的隔閡我舉一個最重要的例子 鄒族封密事件大家有聽過 當時的這個被告當然就是我們那個鄒族的那個汪頭目 他是不會使用華語的 不會使用中文 他會講日文 會講他自己的周語 所以在整個訴訟過程當中他是需要 有人幫他把他的意境翻譯出來 所以呢 這個案件本身在文化語言的隔閡上面 其實對他產生非常大的這種負面的一個影響 也造成法院在判決上面的一個對他非常不利的這樣判斷 也就是說 這個簡單來說 法官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當事人的東西扣住 大家知道那個事實背景我就不多講了 後來呢 他的回答 概念上是說 因為他是這個部落的頭目 頭目的職責是什麼 他當然就是要確保這個部落裡面 有什麼異樣 有什麼不安全的時候 他有這個責任去瞭解 去 來去做處理 那結果 這樣一段話 在概念上 濃縮來講是這樣子 可是對於一個 要把他的話 轉化成是中文的人來說 其實 因為 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講了一句話 就用這個主語講的一句話 可能要用什麼 五句話 來去把這個意境表達出來 那法官當然就會懷疑啊 你是不是在幫他辯解 或者說再編一個東西出來 因為他明明就講一句話 你為什麼講了五六句 不可能嘛 所以呢 在當時的背景底下 這個人啊 他就要去想到 怎麼樣去對應到 這個頭目所講的話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詞 他就在整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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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個判決記錄裡面 是這麼說的 就是說 那個翻譯人就說啊 因為這個頭目講說 我是這邊的頭目 所以山是我的 蜂蜜也是我的 這個他翻譯出來是這樣子 你是法官你聽了你會怎樣 所以法官在判決書裡面寫得很清楚啊 甚至檢察官起訴就說啊 中華民國的法令拿到玉山上面 還是有效的啦 他一直就在壓這個頭目嘛 你憑什麼說你是這個 你是一個山寨的寨主啊 但是這個在整個語言的表達上面 他當然不是那個意思啊 但是在整個轉譯的過程當中 就遇到這個語言的隔阂啦 就是你用主語去表達一件事情 其實你要用 這個相對應的詞 其實有時候你找不到 你可能要用 可能這個人講了一分鐘 你可能要講三分鐘 你才能夠把他的意境表達出來 但是對法官來說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他可能會懷疑你在做什麼事情呢 這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現在慢慢的 有從一個我們法律在講的 這個文化抗變的角度 來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希望能夠讓更多的 原住民族的文化的內容 實際上能夠透過語言的表達上面 能夠更完整性的去呈現出 他該有的一些實際上的狀況是什麼 否則你如果沒有辦法去直播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任何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真實的去表達出來 這也就是在整個傳統文化上面 去思考的另外一個面向 那當然另外也包含了這個 原住民族文化跟文化資產保存的一些討論 那文化資產保存法是從 從71年公布實施到兩屆05年做了一個 最具有指標性的一個修正 什麼是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為台灣來說 其實它會造成整個 我不知道會對大家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自己一直就覺得 文化資產本身其實它是形作一個什麼 國族主義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台灣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國家 這也就是我們可以延伸到最近所延伸出來的 那個課綱微調的爭議 其實嚴格來說也不能說嚴格來說 依法來說 依法來說 所謂依法就是依中華民國憲法來說 這個課綱微調有沒有問題 如果一個學法律的人去對照 要制議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議去看 這個課綱微調沒有問題 因爲什麼 我們中華民國本來就是分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這個很真實 憲法就是這樣寫 所以你說它課綱條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我們又前面再講日治跟日據 就看你的立場是什麼 為什麼要講字句 因為從中華民國的立場去講字 就是日本占據台灣 但是歷史可不可以這麼簡單的去做討論 或者去做呈現 這個其實就會困擾每一個台灣的國民 比如說你覺得你的國家的名稱是哪 中華民國 那你的名字就一個而已啊 好 假設 國家的名稱可以解決 那我接下來問你 國家的領土在哪裡 台房金嗎 台房金嗎 有沒有報案 中國大陸 目前實際同志沒有 那就是憲法的回答嘛 對不對 啊所以這個就 這個就是一個很錯亂的一件事情 那實際上明明那邊的人就是不歸你管 那你為什麼說那邊只是暫時性你沒有管 什麼叫做暫時性你沒有管 你有管就是有管 沒有管就是沒管 你有權利就有權利 沒有權利就沒有權利啊 所以就是說這樣一件事情其實深深的影響到 這個整個這種對於國家概念的一種理解 文化資產也是這樣一種一種一種概念 大家去想 所謂文化資產它就應該是能夠去把這個國家裡面 特別具有文化象徵或文化意義的東西啊 透過國家的資源讓它呈現出來 那它是形作國家認同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所以我後面會提到其實 台灣的歷史變遷 事實上造成的權威跟文化上面的震盪 所以為了解決這些政治文化的問題 要找一個符號框架就是文化資產 就作為這個符號框架去回應並主導這個問題 但是呢不同這個男人團體為了要鞏固他自己的這個利益本身 會去使用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先不先不談現在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看一下 過去台灣日本統治過 所以日本留下很多建築聚落文化景觀等等 如果按照文化資產保存的 這樣的一種列舉式的方式 哪些可以做文化資產這些都是啊 建築聚落文化景觀 全部都應該是文化資產保存的一個標的 那但是可以大家去國印喔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他對於日本所留下來的東西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大家現在還有多少機會看到這些 留下來 不過像那個日本以前在各地都會有那個省舍嘛 像日本現在到處都有 台灣以前也是到處都有啊 對不對 現在基本上你要找到很難的啦 你說你有去過清流嗎 你有去過那個余生紀念館 你沒有去喔 有沒有去過余生紀念館 你有喔 余生紀念館旁邊現在是放什麼東西 余生紀念館旁邊有一塊空地喔 那個本來就是日本的神社啦 國民政府來以後把那個神社裁掉 立了一個余生紀念館 目的是什麼 結果那些神社或者那些日本人留下來的位置 他全部就是把你移除掉嘛 那我常常會講 但這個例子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我們其實現在很多人 現在大概現在開始嘛 三月到五月就是賞銀花的季節嘛 不會到日本去賞銀花 如果台灣的銀花如果沒有被砍的話 其實台灣也可以在台灣賞銀花啦 那銀花為什麼會被砍 是誰砍的 就政府砍的啊 在某一個時間點去砍掉銀花樹 因為銀花就代表日本文化嘛 我還聽過一些那個半官也使的討論 東華大學附近 因為我以前在東華念教 有一個車站 是叫龍田還是什麼車站啊 那裡本來有 那邊好像 好像還有一些日本的建築 跟這個櫻花樹 那因為他那個 當時那個政府也不是說 我全面性的去砍啦 就是只要有政府官員 要去視察了 他一定會把那些東西都移除掉 所以有一次 這個蔣介石要到這個花蓮去去視察 那這個地方之後我就知道啦 就開始就要把那些東西除掉 那後來這個 後來我們當時的那個蔣總統啊 後來不曉得怎麼樣 那樣在陽明山就摔倒了 要去花蓮之前啦 後來他就整個政治力量就開始走下坡了 後來那片櫻花林跟日本的建築 某種程度就被保留下來 好像是那個五位屋那邊啦 大家如果去過那個東華那附近 有一個地方叫五位屋的一個餐廳 那邊就是一些日式的建築 後來就這個民間就有一些傳說出來 就是說為什麼蔣介石會出事 當然不是出事啦 就受傷啦 因為那個花蓮他本來要去看的那個櫻花樹 是日本天皇種的啦 所以他的力量鬥不過嘛 所以就受傷了 所以文化資產有這樣的一種 這個國族認同跟價值論述的一個迷惑 所以可以看到國民黨就強調 不是國民黨 國民政府就強調 這個統一的中國必然指文化的中國 所以呢其實文化資產保存法 當初在1982年立法的時候 第一條就是要發揚中華文化 那後來發揚中華文化還沒有修法以前 這個民進黨執政以後強調什麼國家認同 就是所謂的 你必須要去選擇中國人或台灣人的問題 這些都跟原住民沒關係 都跟原住民沒關係 那當然後來在2005年修法 因為因應97年的多元文化修法 所以就把發揚中華文化改成發揚多元文化 發揚多元文化 所以概念上很重要就是這個 這個2005年的修法就強調要活用 跟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 那可以來看一下 可是我們可以去看現在的按照這個文子法 去認定的這些文化資產有這麼多 那但是我們來看一下跟原住民有關的 大概就是重要的居落 還沒有國家級的 還是屬於地方層級的文化資產 所以在重要居落這個概念 沒有原住民族的居落被認定 但是我們會發現蘭嶼 這就是很好笑的事情 也不是很好笑啦 大家如果有去過蘭嶼 那就會看到這個蘭嶼 現在還是有部分的這個地下屋存在 那個存在多久 好久啦 那它為什麼不是重要居落 甚至說當時 這個也是這個文件上面讀到的嘛 這個蔣夫人到蘭嶼去 就看到這個蘭嶼人住在地下屋下面 覺得他們好可憐喔 為什麼要住在下面 所以幫他們蓋了房子 後來發現他蓋的房子 全部都是海沙屋不能住嘛 這個就是文化上面的落差 就是他沒有去理解說 在蘭嶼那個地方 地下屋才是什麼 適宜居住的嘛 那現在我們也陸陸續續發現到 除了這個七家部落之外 有很多陸陸續續有發現到 還有這個十八戶的聚落 當然這些都還在整理當中 重要的意思 國家級有兩個 但是這個國家級 這兩個非南跟八線洞 如果很嚴格的 從這個考古學的討論上面 它到底是不是台灣民住民 這好像還有討論的空間 好像好像喔 然後地方政府還比較多 傳統藝術國家級 有三個是這個 泰亞、台灣族的空調 這個八戶所謂 所以可以看到 所以說其實在 以中央的這個文字法的認定上面 國家的文化資產 原住民的概念其實還是 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那你如果沒有用 這樣一種 國家級的 這種文化資產的概念 來把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納入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讓整個社會大眾去認同這件事情 它就一直還是一樣 是一個比較屬於點 點最適合這樣一種 一種處理方式 那也就衍生出來 那我們從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的角度去思考 我們怎麼樣去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所以就有這個原創條例的一個立法 2007年 那但是呢 它又只能夠處理一小部分 它又不能夠全面性的去處理 然後 特別是這個 這個條例本身的名稱 其實在當初我們也提過 這個條例本身的名稱 就是一個非常 會遇到很多困難的這樣一個名稱 因為大家去想嘛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條例 所以它到底是傳統還是創作 它到底是傳統還是創作 這就是在名稱上面就遇到問題了 這也導致現在連自己本身族人在看待這個條例的時候 就覺得說這個明明是我創作的 為什麼我還要讓其他人來一起來使用它 這個法律名稱上面就有一些問題 那實際上 這個法律本身其實要談的 就是一個文化發展的這件事情 透過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條例 能夠去建立起一套 這樣的一種規範制度 能夠處理原住民族的這個 相關的文化成果的表達 法律上是講文化成果的表達 那概念上它也可以把文化智慧的概念納進來 拿進來 那其實當然這個條文本身 就要回到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原住民族的權力本身 它的集體性的內容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剛剛前面所談的 命名的制度 土地的管理 乃至於到這個原創條例 其實要用一個整體性的概念來去理解 它在談的就是一種部落治理的概念 就是一種集體的概念 我想在條文裡面也能夠傳達出這個訊息 可以看到這個條例裡面 它所保障的傳統智慧創作權利的使用 這些都是以原住民族或部落作為它的主體 所以很清楚的 它就是希望能夠重新回復到原住民族內部秩序 跟確認它的主體文化的意涵 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這個條例本身就是很希望能夠把 這樣一種內部秩序把它建立起來 這個內部秩序會關係到它整個主體文化的一個建構 所以它強調 雖然它只強調是原住民族或部落 是它的這個專用權的 那我們就要去進一步的思考 什麼是原住民族 什麼是部落 什麼是原住民族 什麼是部落 所以大家這兩個原住民族全力全員裡面 也都提到這些事情 那這兩個條文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實際上 延伸到我們今天原創條例裡面所談論到的文化成果的表達 它是要藉由部落自理的運作 來去能夠讓這樣的一種文化成果的表達 能夠持續的存在 那這樣一種部落自理架構的正當性 透過傳統智慧創作的文化相簽就可以獲得正義 所以這邊所談的 比如說這個學院裡面所做的 原住民族有權利保存障管保 物發展它的文化遺產 那上面所談的 原住民族有權利信守和振興它的文化傳統跟習俗 那這到底在談什麼事情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去認識到 什麼是原住民族啦 我最後會再把這個問題再帶回來 就是說我們今天從一剛開始跟大家所談的 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原住民過去就叫做番嘛 到今天我們叫做原住民族 很多人都只認為它只是一個名稱的轉變 而看不到它裡面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比如說今天原住民族要能夠真實性的存在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拿掉了 其實原住民族它就是一個空的殼子 它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就像我蔡志偉 當然這個漢民本身 它是從1945年以後所形成出來的 它沒有辦法去連結到1945年以前的 或者說之後的這個部落的一種治理 或者部落的文化的內容 但是阿維莫娜它就很清楚的 能夠把整個親屬關係 部落的組織 土地的管理 繼承的關係 就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原住民族的概念 它雖然是一個政治上面的一種過程 它也是一種法律上面的確認 但是它今天要有意義 要從文化裡面去把它建立起來 否則它就是一個空殼子 空殼子的影響 待會再來談 所以部落這裡的角度去談這個原創條例本身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內部字去建立起來 你如果把這個內部字去建立起來 其實有很多像這個司法權的保障 也都很清楚可以去處理它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談文化發展 因為原住民族的文化 或者說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 很大的一個部分是跟身份連結在一起 你沒有這個身份 才有可能去主張你的這個權利 這也就是連結到前面所談的 不管是Charles Taylor還是Iris Young 所提到的 甚至是Will Kinica裡面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這個加入權 選擇權跟退出權 我今天 其實我們一再的去強調原住民族文化集體 但是我們不能夠壓制原住民族 現在所認知的原住民族的個人 他可以選擇不要當原住民族 但是你選擇你不要當原住民族 那這樣的一種正當性是要去討論的 正當性要去討論 所以可以剛剛這邊所說的 在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跟習慣法律規範底下 傳統智慧創作的保留者 他可能是單一個個人 單一個家族或整體社群 但是對於這個傳統智慧創作的分享跟傳遞 是有他的一個集體性的概念 那你在傳遞的同時也伴隨保護文化完整性的依物 所以比如說這裡所談的傳統智慧創作的保留者 他可能是單一個人單一個家族或整體社群 這麼說好了 這個原住民族在幾乎每一個族群都有那個編織 所以那個圖騰 圖騰這個概念它為什麼是集體的 它為什麼是集體權 因為這個圖騰的編織是誰編 個人在編 如果說我們用現在的概念 創作的概念 我創作出來的東西當然是屬於我的 那為什麼它是集體權 為什麼它是集體權 那因為就在於說 今天編織的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承 或者說狩獵文化的傳承 是有身份的關係的 今天不是每個人都會打電 今天不是每個人都會編織 但是那這樣一個技術 也不是它自己去憑空學來的 它是經過世世代代的一個傳承去累積出來 讓這個圖文本身在這個社群裡面有意義 所以我今天只是一個什麼 用著作群法的概念我會把它定成 每一個在傳承這樣一種 你傳承作為創作人它都是一個重現的人 重現的人 或者著作群法叫做重製 但是它不會因為它的重現 或者重製就說它是權利的 因為它甚至會連結到你的部落的 對於每一個圖文的使用的方式 比如說泰倫格族最近 因為這個原創條例的實施 他們就發現了他們有很多像這個 所謂命名叫做勇士之眼的圖文 賢慧之眼的圖文 還有祖靈之眼的圖文 所以不管你是勇士之眼或賢慧之眼 或祖靈之眼都是女性在編織 那但是每一個圖文本身 它有沒有它的使用的規範 是有的啊 今天一個媽媽編了勇士之眼 她的女兒可不可以說她要穿這個衣服 概念上是不行的啦 那編了一個賢慧之眼 明明就是要去表表彰出一個女性 她的一個能幹 她的兒子可不可以拿來穿 那也是不得體 或者說不合這個習慣規範 所以她有一個非常大重要的一個身份 跟文化的一個連結關係 讓這樣的一個體系能夠去運作 那她的集體性 剛剛所講的單一個人 單一個人能不能夠就表示說 她是一個個人權 比如說 這個在一般的這個 所謂的平權社會比較不會有 像這個階級社會比如說頭目 台灣主的頭目 就是所謂的這個部落的領袖 有一些東西可能就是專屬於她個人 其他人都不能用 那但是她是個人權還是集體權 我們還是要把任天神是一個集體權 因為一個部落領袖 他所代表的是一個部落的整體 只是說這個權力的行使上是由她這個人來去行使 但她表現的內涵其實是部落的整體 因為她代表就是這個部落的意涵 所以即便說這個傳統智慧 本身是專屬於她個人在行使 專屬於她個人才可以來去管理跟使用的話 我們仍然要把任天神是一個整體 不能夠說因為她就是一個個人 所以她就變成是一個個人權 否則你就沒有辦法 就是說這個部落領袖或頭目的概念 因為她是一個傳承下來的東西 所以她所代表是整個制度的一個存在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討論說這個 常種智慧創作本身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說 常種智慧創作的歷史意義 你要去說明它 它跟這個部落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智慧創作跟這個原住民族或部落 到底有什麼關聯 這些東西就是要把它的集體性的概念把它建立起來 集體性的概念把它建立起來 那另外第三個 傳承諸會創作申請人 跟市民辦公室相關 有沒有哪些故意公開的內容 我想這個就是 簡單回應一下董老師剛剛所提到 數位點章 有一些東西在整個揭露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比較care就是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資料這麼多 但是是不是所有資料都可以公開 某些資料是不是有物理公開的部分 這個可能要去處理 要先去處理它 才能夠去做這個整個 整個公開的一個動作 在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放這張圖 其實我一直在想 放了以後我在想 我應該怎麼跟大家講 就是總結前面所談的 這其實就是 我在某一篇我自己的文章裡面去整理出來 塞德克族的這種習慣文化的一種抽象性的想法 那我們的整個習慣文化的中心思想 當然就是這個Gaia 空間這個Gaia 這個Gaia就支配著我們 把它區分成一個人的生活或生命的三個面向 由我們的這個價值觀的面向 社會性的面向 空間性的面向 跟這個歷史性的面向 就哲學觀的面向 哲學性的面向 哲學性的面向也就是在於說 我們透過你在整個社會性的實踐裡面 你要符合Gaia的一個規範 最後你可以通過祖靈橋 回到這個祖靈的世界裡面去 社會性的面向 它就包含了你這個整個共識共計共享 還有親組組織交易傳承 去把你這個人的一個價值觀去行作出來 那在空間性裡面 財產制度這些共有的概念 世界觀就是分解平等 那去結合到最後的這個 哲學觀的一些想法 去建構起來就是說 今天我們去討論比如說圖文這件事情 或者是文面這件事情 在這個機制裡面如何去運作 文面本身它就是一個標誌 這個標誌在Gaia裡面 可以透過社會性的實踐 就是你在教育傳承面 你有沒有去達到這樣的一種要求 到土地的一個使用上面 比如說你會狩獵或是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 都符合了透過Gaia的一個決定 你可以回到這個祖靈橋上面去 所以文面這件事情 它為什麼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它為什麼是一個傳統智慧創作 可以去保護的一個內容 就放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種運作裡面 我們去思考這個集體的想法 集體的想法 這個如果 待會兒有時間 大家要了解我們再來談 好 應該八點了 好 最後來談 大家想 我們今天整體來說 在我們國家的多文化的概念裡面 去主張這個權力 到底有什麼正常性基礎 原則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做差別待遇 但是我們今天做差別待遇 必須要找到一個利潤的基礎 那一般來說 從現有的中華民國法律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三個不同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所做的差別待遇 的這樣一種權力的內容 是基於它是一個 這個 它有一個不可改變的不利特徵 假設我們今天所處理的這個特定做事族群 或特定團體人民 它有不可改變的不利特徵 我們去做一個差別待遇 這是符合多文化的思維 也是合法 比如說不可改變的不利特徵就是什麼 身障者 先天的 所以呢 我們去針對身障者的一些 一些生活事物去做差別待遇 是不會違背平等權 但是 有一些東西它會隨著 這個整個時空的轉變 會做一些概念障礙調整 身障者就是這樣子 它在就業權的保障過去 我們把這個 所謂的按摩 這個工作 用法律 保留給身障者去 去從事 但是後來大法會解釋說 這個違反憲法平等權 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時的立法 確實台灣整個 對於身障者的就業參與 並沒有那麼的完備 比如說身障者的這個 就業的保障等等 都還沒有完備之前 當然你透過立法的方式 把一些特定的工作 保留給身障者 在當時是被接受的 但是對於現在來說 因為身障者 進入到整個就業市場 已經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所以這樣一種立法 本身是違反憲法 所以它必須要修正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對於不可改變不利特徵的 這樣一個社群 我們做差別待遇是OK的 第二個 如果它是在政治的結構 或程序上的一個弱勢地位 我們去做一些差別待遇 也是OK的 也就是它的政治的代表性 如果沒有辦法被表達出來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些差別待遇 是可以的 比如說現在台灣的新住民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對新住民 去給他一些特殊的處理是OK的 不會有違反憲法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第三個 對於這個分類存在 有歷史或是惠性的歧視 也是OK的 原住民 就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簡化來說 在多文化權力裡面 找到正當性基礎 通常我們要去處理 它是一個特定的弱勢族群 或團體 或人民的時候 這樣一種所謂的特定弱勢 這個弱勢的概念 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一個 支配或被支配的關係 它本來就是一個 在特定的生活面 像一個disvantage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可以被接納的 這應該是最後一章 沒錯 我們大概花個五分鐘 來講這件事情 回到一剛開始跟大家所講的 到底原住民族 跟弱勢族群的差別是什麼 因為我為什麼要把這兩個名字 放在一起 因為我們現在很自然的 會把原住民族 跟弱勢族群的差別 擺在一起 但是把這兩個概念 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真實的 去發現 到底原住民族 差異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從過去的名稱上面 只稱原住民是翻 有它政治跟法律上 國家統治的意義 一直轉型到三包的概念 我們一直把原住民族 當作是一個措施族群 所以長期以來 一直到今天 原住民族的立法 都是扶住 撇皮如是人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改變 都沒有辦法改變 然後有很多人說 原住民族跟非原住民族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的經濟的問題 跟資源分配的問題 會被簡化到這個問題 那就提出一個問題 除了原住民族跟非原住民族 那換言之 你把原住民這個概念拿掉的時候 這個問題還存不存在 它還在啊 所以跟你是不是原住民 有沒有關係 完全沒關係 所以你是不是原住民 跟你是不是一個做事族群 不能畫上等號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思考 那到底原住民的差異本子 到底在哪裡啊 這個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談的 從命名跟傳統習慣 土地跟傳統領域 還有司法權的保障 乃至於這個原創條例的保障 這些到底在談什麼事情 因為前面這些立法 跟原住民是不是做事族群 完全沒有關係嗎 如果原住民族只是做事族群 我們前面那些立法都不應該存在 回到前面這個所談的 如果原住民族只是做事族群 他的弱勢跟這三個沒關係的時候 他也不應該有差別待遇 他也不應該有法律上 去給他一些差別待遇 不應該 所以問題就來了 到底原住民族跟不原住民族 到底有什麼差別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問題講不清楚 其實很多立法完全是沒有辦法落實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所談的原創條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智慧差安全的學者 一直批評這個法律 說這個法律要顛覆我們制裁權的這個體系 這個法律其實就是要瓦解我們這個制裁權 還說這個法律不可能施行 因為它就不是屬於 因為原創條例就不是屬於 我們這個智慧差安全體系 運作的這個思維嘛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先去了解這個制裁權 原創條例它為什麼要去有這個法律的話 其實就沒有辦法去認同它 那也就是回到一個概念 原住民族到底為什麼是原住民族 這個就是說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原住民族權利的基礎 第一個是第一民族的概念 第一民族的概念叫處理是歷史不爭議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就是差異傳統的概念 所以我們這邊今天在現代的國家法治裡面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們要去理解 原住民族的跟非原住民族差異的本質 到底在什麼地方 如果沒有辦法去理解 就永遠沒有辦法讓原住民族跳到另外一個 這個新的一個領域裡面去 比如說原住民族教育法 明明假設我們可以去認知到原住民族的差異的話 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應該要發展得很好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就不認為民族教育是一個原住民族差異的本質 所以原住民族教育始終把資源放在一般教育的內涵裡面 民族教育就是點綴式的 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前面所談的 不管是Chill State的Iris一樣也好 都非常強調社群的認同 其實是建構這個個人存在非常重要的基礎 那這個個人存在的基礎要從哪裡來 教育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那你如果這個平台不讓它能夠建立起來 你那個差異本質永遠沒有辦法去呈現 那我們在追求這個多元文化的這樣一種價值 也沒有辦法去呈現 所以我舉這個教育的例子也是 我們現在其實大家都非常去批判了原住民族生選保障方法 過去這個辦法叫做原住民族升學優惠辦法 現在把優惠兩個字拿掉 叫原住民族升學保障辦法 原因是什麼 因為優惠會讓大家去會質疑他違反憲法 違反民等權法 那我們又會發現到這個原住民族保障的方式 有沒有真正的去注意到原住民族差異的文件 我一直都說原住民族加分他已經被無名化了 我也是這個制度上面的受益者 那但是呢 今天如果可以選擇你是一個教育部長 你是一個行政院長 你要真的去讓 就是說原住民族升學保障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看到的問題其實就是原住民族在整個教育的 這個這個權利的享有上面有一點落差嘛 你從國民教育到中學教育到大學教育 每一個階段這個流失的學生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希望用國家的資源 讓原住民族能夠完整的跟其他一樣 享有這個這個教育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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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 如果是這樣子去思考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是說應該去整體去思考 這個教育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落差 讓原住民族在進入到這個教育體系裡面 不會那麼排斥 那可是呢 國家現在選擇 我一直都說這個是一個最便宜 不用成本的一種制度 升學保障 因為國中到高中 我讓你加分嘛 今天你加分還考不上了 是誰的問題 就是原住民的問題 反而甚至會拿這個東西來去指責原住民 你不夠努力嘛 高中升到大學讓你加分 你進不了大學就是你的問題 我已經讓你加分這麼多 你還是沒有辦法練大學 就跟我國家沒關係啦 但是這所以我說 這是最不需要成本的這種政策 如果你真的看到是 我們這邊看到是一個教育的這種這種 這個落差 我應該去整理去思考 是不是教育的內容 教材甚至是師資 軟硬體設備 是不是需要重新去做思考 但是那個需要什麼 需要成本 需要資源 需要時間 所以就選擇一種最便宜的方式來去處理 甚至還可以把這東西反過來去指責原住民 這只是一個例子 但是回過後來 就是說最後直接放在這裡跟大家去思考 然後跟大家去分享 到底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辦法去解決的話 其實很多現在的這種立法本身 在將來都會遇到 實質上面的一些困難 比如說 先講一個最後一個例子 人體研究法 剛剛頭老師也有簡單說明了 我過去從事的一個工作 不是工作 是一個研究 人體研究法要處理 就是說 未來學術或者說任何研究 如果涉及到原住民的話 都要經過原住民的同意 你才可以去做研究 簡化來說是如此的 那待會我們會去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醫學研究上面 只要個人同意 你就可以去做 就是說你們在採譜 比如說現在有那個 人體生物資料庫的這個 這個建立的過程 他都在採集這個學歷 每個人都可以去參與 只要你同意就可以參與 但是為什麼在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就要集體的參與 為什麼就要集體的參與 為什麼就要集體的參與 另外一個討論 就是說 當然有他很 比較這個 重要的一些 文化上面的 或是說廣義來說 這個 簡化來說 就是文化上面的考量 但是 其實還是回歸到這個 原住民族跟非原住民族的差別 我想 我前面講的比較多 很多例子 也希望讓大家能夠做一些 嚴正性的一些思考 那 今天 就跟大家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我們謝謝蔡老師 這麼精彩的演講 然後講到很多 其實幫我 把很多 原來知道 可是沒有什麼清楚 都可以整理得非常好 那我們大家利用這個機會 來繼續跟蔡老師 或者你們就不許他提出的這個 這個大的方向 可以回應他 或者 可以進一步問他 為什麼這是這麼重要 之類的 或者在他剛剛演講的當中 你們有什麼 覺得不清楚的部分 歡迎你們 我們現在照到也只有十分鐘 請大家趕快提問 你好 然後其實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看到 因為在台灣 然後原住民屬於 比較少數民族的那個部分 然後有很多 就是 主流還是漢人 或者是台灣人 其實原住民有什麼 能夠做的地方 是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 而不被現在主流文化 就是 統化 比如說他們要下山 然後要去做 現在就是 我們 沒有我們 就是台灣人 就是一般人 在做的工作 而不是在守戀 或者是偏激 或者什麼 他們是在被 那個大勢所推 而推動他們 是好像失去了 自己原本的文化嗎 還是他們自己 選擇去做這個事情 或是他們有沒有一些 實質的方法 可以去保留自己的傳統 謝謝 我們先等一下再搜集幾個問題 好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各位的人 非常請問一下 就是關於 傳統的內涵 是不是 可能會 大家認 所有的 就是 可能一個社裡面的人 或者是一個族群裡面的人 大家對傳統內涵 是不是會 對傳統內涵的認知 是不是會有些差異呢 那如果我們用法律來保障 某一種特定的解釋的話 那是不是就等於 排除了對傳統的其他解釋呢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樣保障 這些 少數中的少數 我們再換 謝謝 老師您好想要請問 就是 您認為台灣的原住民電視台 它是一間 原住民製作自己節目 給原住民看的電視台 還是說 原住民向非原住民 介紹自己的電視台 亦或者是說 嗯 非原住民 他想要呈現給 非原住民看說 原住民是什麼形態的電視台 還是說 非原住民想要告訴原住民 你們是什麼樣子的人物的電視台 好 好 請這樣 請問 那我去先問 大恩區真的是這個全國守善之區 問的問題都很不適合做 不會說台大的吧 你是台大的嗎 哦 是 都 所以你是念大傳的 哦 好 第一個問題 我也會嘗試這麼說 這也是一種自嘲的說法 這麼說 比如說原住民 其實接觸這個 現代國家 其實我們用時間去看 那 我一直說也不過才一百年啦 從 比如說日本統治到一百九五年嘛 一直到現在 加一百年 反正就一百一百多年 一百多一點點而已 那在這 我們就講說 一個世紀來講好了 原住民族的謀生方式 一直是被迫在改變 那被迫的這種過程呢 又很短 所以我常常就說 我們 我們要學很多東西 都要在很短之間 就學好 所以呢 你在有限的時間 要學這件事情 就學不好又做不好 所以呢 你原本已經 原本已經 做事了 就會變得更做事 意思就是說 我們 剛才我回應你的時候 我們原本就是一個 在過去 就是三年之間 偶生 日本人來了 要開發三年 然後就開始經營集團千尊 然後後來呢 要教導原住民種植水稻 國民種植水稻 繼續沿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獵人 要學習當農人 好 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台灣的人口 越來越多 經濟要開發了 所以呢 就怎麼樣 在李登 應該是李登華還是 應該不是李登輝 就是蔣經國 在當行政院長 提倡農業上山 因為平地沒有 沒有土地 要到山區去 那台灣又整個在推動 整個那個 十大建設也好 或者整個開發嘛 所以農業上山 人口就進 人口就往山區裡面去 那原住民族又被迫下山 被迫當然有很多問題 被迫下山要去找到什麼 要尋求就業嘛 那就業市場在哪裡 就是這邊當時的這個 這個 這些 這些重大工程 所以原住民從業的學習當農人 要帶來當工人 所以那個 一直到現在 在這個 這個北部地區 我們有說那個 原住民有當男模的嘛 就男性板模工 原住民也有當拉丁公主的 就拉那個板模的那個釘子 一直做這些事情 所以 男性板模工 跟這個女性的拉丁公主 在那個時期就衍生出來 那這個時間過了多久 日本人一直到 比如說十大建設 可能我們切一半就五十年了 五十年你要從獵人 轉型成當工人 這時間 比如說我們接受一個大學教育 都要二十二年了 對不對 那你從一個獵人 要學習當工人 你就只能夠做那個低階的這種 或者說不需要太多技術的工作嘛 好 結果 那個因為這個工程到了差不多了 開始就提上這個生態旅遊 文化產業 所以很多人就要回部落裡面去 開始當這個生態旅遊的導覽員 要創造出另外一種工作出來 原住民要開啟學習另外一種工作 所以那個 開始推動那個 那個文件會在推動那個什麼 那個地方的 那個叫什麼 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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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重點營照 又延伸 社照開始又會一直延伸到今天這個文化產業 所以 美術民一直在換工作 我就說整體來說 每一個 所以其實這個族群本身 我們這個族群本身 它因應整個台灣社會的一個轉變 或者是轉型 其實都連帶影響到這個部落裡面的生活型態 所以比如說那個 像這個東台灣的這個部落 原本就是這個靠海洋嘛 靠海洋在生活 現在因為都要開發以後 大家要開始學習端盤子 因為都要當這個飯店的服務員 因為你已經不能夠在正義的 正義的去到海洋去找尋你所需要的東西 都被國有化了 國有化蓋了飯店 那工作在哪裡 工作就在那裡 那你要不要做 你當然要做 所以一直都在 都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時間又很有限 所以其實 就變成什麼都做不好 這就衍生出什麼 我剛剛也給大家看到 2004年通過那個 原住民主工作權保障法 美其民是在保障原住民主工作 就業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們細看那個 保障工作的類型 就是在從事一級產業 跟二級產業 因為 從 一直到目前為止 原住民主的就業統計調查 我們有50%左右的這個 勞動參與的這個結構 都是在做一級產業跟二級產業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如此 所以 國家立法當然就看嘛 你要有依據嘛 我要保障原住民做什麼事情 我不能說 這個其實就不能說 待會再來講 我就說 立這個法當然要去處理現在的問題 但是就是沒有遠見 不會看到未來 就是說 現在既然原住民主就業的這個勞動參與的結構 調查出來了 百分之50%都是做一級產業跟二級產業 所以我們就保障原住民啊 在這幾個領域啊 要優先禁用 所以就可以看到 這個 不管你是 只要你是那種低階的 按照法律 100個人就一定要一個原住民 這個其實是有他整個結構 就業結構回應到這個法律的問題 但是我們就會去思考 那原住民不會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嗎 這個是 就回應到你剛剛所提的問題 但其實也不是說 有沒有選擇的這樣一個 一個這麼單純的問題 其實他有整個他 整個台灣隨著他發展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些 整個轉變 然後 少數中的少數 喔 沒有錯喔 那個 如果用剛剛那個 那個 Kinnika所講的啦 要去保護少數中的少數 就是一個退出權的概念 你先選擇 在這個社群裡面 你就follow他的路 你如果不認同他你就離開 這是最簡單的原因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是 你剛剛前面講的一個問題 傳統的解釋是不是只有一個 那我們怎麼去界定這件事情 法律該不該借助 這個其實 在 以這個原創條例的這個立法過程當中 我也 也有一些這個 人類學界的朋友 也從這個觀點去質疑 我去年到紐西蘭 我還被一個毛利的那個 那個藝術家 也不能說他罵我 就是當然就是在跟我爭辯 因為我到那個地方 解釋去談那個 那個原創條例的問題 他就跟我說 藝術啊 就不應該有局限 創作怎麼可以有限制 怎麼可以有框架 怎麼可以有單一的解釋方法 所以這裡面就變成是一個 創作本身 他跟我們今天所談的 或許用這個所謂的那個 本真性的概念 來去做 來去做一個討論 本真性的概念 他可不可以 用這種自由藝術的創作 來去駁斥它的存在的價值 我一直講 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去駁斥它存在的價值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但是確實就是說 傳統的概念或者說文化的概念 解釋的方法是不是只有一個 當然我會覺得不是啦 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要去發覺到說 這個文化存在的基礎到底是什麼 我想那個基礎 或它的整個運作的方式 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賽德克裡面在談的 或許用一個最大的概念 所謂的Cultural Authenticity of the Static People 就是這個圖啦 但是每一個東西 在不同的時期 在不同的時間 它可能進入到這個運作以後 所得出來的結果是不同的 但是它運作的方式 應該不會跳脫這個框架啦 不會跳脫這個框架啦 好比說我們所談的 這個要能夠回到竹林牆 你必須要對這個部落有責任 透過教育的傳承 透過這個學習 文化的學習 比如說文面這件事情 你要如何能夠去展現出 你對部落被部落認同 然後可以回到竹林牆 過去就是狩獵獵手等等等等 那現在這個東西不能 應該不太可能繼續存在啦 就是說獵手這件事情 它在整個教育傳承面 社會組織面 過去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那這個東西能不能夠去轉 用現代的方式怎麼樣去轉變它啦 比如說現在在過去部落社會裡面 在原住民的族群喔 在南部的某一個族群 過去是把一個公務員啦 當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也是一個部落去肯定它 是一個成功的人的一種 一種表現的方法 所以在南部有某一個族群 那個在結婚 比如說在兩家要結婚親家 所以會看這個 對對方他們家的背景是什麼 如果是公務員就表示說 這個家庭很好這樣子 所以我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可不可能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去表達出過去部落對於這個人的 一個個人的一種肯定啊 那就符合這個Gaia的概念 那所以回到剛剛你所談的 當然就是說文化的解釋方式 或文化解釋方式可能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它的一個基本運作的基礎 應該是不會變 如果這個東西能夠把它建立起來 你真的時間點要去討論這個文化 如果都能夠符合這個框架 原則上應該是都可以被接受了 只是說你呈現表達的方式是什麼 至於你說少數中的少數那個其實 我想那個確實你不管在哪一個社群 它都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只是說你怎麼去讓這個少數中的少數 它的權力能夠被呈現出來 能夠被呈現出來 就是這樣我覺得選擇選退出權的一個機制 目前是我自己去大概可以比較接受的方法 原明台 這個當然也大概就提出來 媒體到底它的媒體有它的公共性 也就是說你剛剛的問題我覺得簡化來說 就是我們對於公共性的概念是什麼 有人會說公共性的概念就是 原住民族的公共性就是公共性的 有人會把它擴大出來 原住民的公共性必須要放在整體台灣的公共性裡面來去思考 這就延伸出來我今天報導一件事情 我如果只考量原住民族的公共性 我呈現的新聞方式可能是一種 我把其他一般人的公共性的這種價值放進來 我同樣的一件事情呈現的結果可能就會不一樣 可能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前陣子太魯閣那個地方 我跟林務局有一些爭議 林務局要把這個數目就要一組部落去 那部落說這個東西你沒有經過部落的統一 一方面你是破壞這個生態 二方面沒有尊重部落的自主權 如果你從原住民族公共性去看 我可能只需要強調原住民族的自主權這個概念 那我把整體的公共性放進來的時候 我可能要把什麼生態的觀點放進來 環境生態的觀點放進來 來去做這個這樣的一個世界的報導 那所以我覺得你剛剛所提的當然就是說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原住民族的公共性是重要 但是必須要配合上整體這個台灣智慧的公共性 來去給它補強補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原住民族電視台它有另外一個任務 它當然不是只做為做給原住民族來收視的一個節目 它有一個更大的任務就是多元文化 相互理解跟認識的任務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平台讓大家能夠來去認識 理解認同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 所以我想它應該要 那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什麼整體台灣公共性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不去考量這個整體台灣公共性問題 我們根本不需要去考量說這個收視者可能有非原住民 就是因為我們正知道它有一個整體公共性的價值在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價值把它呈現出來 大概是有些什麼 唯 還有一個人的問題沒有回到 真的嗎?只有三個人啊 那還有沒有什麼 他們沒有吹我們齁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現在開始 那老師你好 我想要詢問說 就是現在有近一半的原住民居住在都市啊 那他們的權益跟過去爭取的方式應該是很不一樣的 那要到底在都市的原住民 他們有什麼方式可以去保障他們的權益呢? 好 老師您好 我想請問您會覺得保持原住民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一種生活習慣 會跟經濟發展或者說一個環境資源的保育會衝突嗎? 嗯 謝謝 好 老師好 可能剛剛講那個公務員的部分應該是講我們排灣族齁 因為排灣族是最多搞公務員的人齁 那我這邊是提出一個疑問就是 也不是疑問就是一個問題 剛剛老師提出很多關於差異性的問題齁 就是說我們原住民跟害人之間的不同 那產生了很多的不平等的狀況窮態 那是不是像現在要被自治的部分 那這些事在理論上 我問你講執行和執行層面啊 理論上是不是可以破除這些 因為既然中華民國的法律 他不懂你原住民要什麼 那是不是你自己去管理自己 是不是比較合理 用你自己去詮釋你們自己的傳統 你們自己的產產權的認知 這樣會不會是比較體會善合型的方式 蔡老師好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是 這樣請教老師是有關於那個原創條例 他老師剛剛說原創條例不屬於 是會財產權的領域嗎 就是我想聽老師 這樣你最方便的闡述 謝謝 好 多次原住民的問題 我順便帶一個問題 這帶一個觀念 這也不是觀念 有人說這個原住民的人口 從40萬增加到50萬的那個速度 有點快 就是說現在原住民的人口已經有50 快53萬人 原住民其實在 大概10年前吧 大概只有40萬 在這10年當中 增加了10萬人 當然就有人說 是因為那個 放寬的這個原住民成分認定 所以讓原住民的人口激增 那實際上其實 特別是在多位原住民的部分 其實實際上這個 放寬原住民成分認定 其實只增加了 大概10%到20%的人口而已 其他那些人口 都是原住民的生育率的問題 原住民的生育率 比如說台灣的平均生育率 是低於1% 原住民是高於1% 所以他那個 因為這個人口的這個 出生比較高 所以人口激增的比較快 那都會原住民的問題 就衍生出來就是說 到底我們怎麼去思考 這個都市原住民 在都會區所面臨到的一些 一些需求也好 或者說他權利的保障 那當然最主要的 大家還是會去思考 就是他教育的問題 文化傳承的問題 那現在都會原住民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居住 居住正義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比較 比較會被提出來 做討論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新北市 只要有河邊的地方 就有阿美族 那為什麼 阿美族不可能 就原本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也回到前面 那個工具的問題 因為整個產業結構的轉變 讓獨衛原住民 到獨衛區裡面來 那就 因為阿美族要有水 所以他一定是在這個 靠近河這個 有水的地方 不管是山陰 部落西州 部落 還有那個犬 基本上都一樣 那這裡就是說 讀獨衛原住民的問題 大概是屬於這幾個層面 要去思考的 那怎麼去做 那其實 就要看他這個 不同的 權利的保障的類型 可能就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像 我們今天舉一個 教育這件事情 來講好了 教育的問題 其實好不好解決 教育問題很好解決 所以你看你願不願意去處理而已 比如說 我們談教育權的保障 其實實際上 就希望能夠通過 教育體系的一個運作 到原住民族的話 能夠傳承 可是現在的這個 教育體系 又非常注重 一般教育的一個落實 因為我們國民教育法裡面 有提到 國民教育就是要培養 國民的這個民族精神 所以這是他最主要的目標 所以原住民族教育 一直以來都是被擺在次要的地位 所以 在制度面 如果沒有去改變他 其實會蠻困難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這個文化教育 很重要就是這個 語言教育 所以像我們的這個 本土語言的課程 那本土語言的課程 它又排在同一個時間點 我一個朋友 他在政大 小孩子念政大副小 那剛好全校就只有他一個 這個原住民 那要找這個朱尼老師 又很難找 所以小孩子到現在都在學台語 沒辦法 但是實際上就變成說 你如果不從這個制度面 來去做調整的話 也就是說你這個課程的安排 如果沒有調整的空間 其實有很多我們在談的事情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 真正的去落實到 那居住正義的問題 其實它也不單純只是原住民的問題 它是整體的一個獨會區 我們一般民眾多 都面臨到了一些挑戰 所以獨居原住民其實 問題很難解決 問題很難解決 但是它的人口 獨會原住民的部分 其實已經佔了原住民人口 已經快一半 所以雖然有53萬原住民 但是幾乎基本上有 將近25萬是住在這個國會區 所以人口越來越多 那很大面臨的挑戰就越來越多 然後給我幾隻字 自治嘛 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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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衝突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大家常常會提出來的 就過去這段時間 就原住民主在整個主張 全面的問題當中 跟這個生態保育團體 是亦敵亦友的關係 我們常常看到原住民族狩獵 就看到很多生態保育團體 原住民族這個殘害動物 可是我們在一些環境的議題上面 就是核廢料的議題上面 我們又跟這個生態團體 又是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這個生態團體 必須要切用原住民的力量 來合合在一起 來去主張這個環境權的保護 那這裡就變成說其實 比如說生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重要就是說 生態它一定要保育 它整個生態系統 能夠永續發展 是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但是我們其實都回到 會陷入一個迷思 人啊 人類啊 在整個生態體系裡面 它到底是一個外來者 還是一個參與者 這就是國家公園 這個概念 全世界第一次做國家公園 就是美國的Metal Stone 它的理念就是No Man Park 就是沒有人的公園 就是不希望有人類的活動 去介入去影響到生態系的平衡 所以那個 在那個階段裡面就是 把人類當作是一個介入者 外來者 你如果進入到這個生態體系 你是破壞這個生態體系 那如果是這個想法的話 那其實在亞馬遜的森林 那些原住民 它基本上就是破壞生態體系的人 所以從另外一角度去看 所以現在其實慢慢的 從環境生態保育 跟原住民族的關係 其實已經在思考 人類本身就是生態體系的參與者 只是你參與的方式的問題 你參與方式的問題 所以像鎖鏈這件事情 真的大家去看 台灣的這個山林 就是說這個中央山脈區域 有某幾類的這個野生動物 其實已經是超越了環境狀況 這是有科學研究的 當然是我引用這個平東科技大學 大家可以去問他 叫做裴佳琪裴老師 他做了長時間的這個 這個三槍的這個 這個族群的數量的研究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轉變 甚至有過多的情形 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說 中央山脈廠廠 不管是靈物局也好 或原住民也好 都可以看到什麼 你基本上不用去打獵 那個動物就在裡面撿 甚至有一些動物餓死 餓死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整個這個 這個砍發山林 或者說做整個 就是台灣的靈物局 其實並沒有把山林保護得很好 所以就做很多那個植被 你看完 樹木叫做植被 甚至說那個動物多到 那個草都不夠吃了 所以就很多那個動物餓死 那個他們都有提出一些證據 就是說 動物甚至在啃樹皮在吃 這都是那個裴老師的報告 都可以找到證據出來 所以過去比如說我們要到深山裡面去 你才可以遇得到這個 這個山羌啦 山羊啦 水路啦 這三種動物目前 其實你在海拔 大概不用到布農族去住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們 甚至有些人就到你的這個生活區域裡面來 那個就是這個 所以到底這個 有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數據去說的 這種原住民族的這種 傳統的謀生 或者說利用自然資源的行為 對於生態是有影響的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都沒有很明確的 數據阻擋 但是反而有很明確的數據 就是說生態其實 它在某一些面向上 其實是已經超越了它的環組許量 自治這件事情當然就是說 自治本身它有兩種 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意涵 就是說當然 自治是呈現原住民族 做一種這個權力主體的一種方法 或者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確實在法律多元主義的概念底下 還是要回到一個 如果是屬於這個原住民族本身的失誤 其實沒有影響到一般的人 其實讓他自己來管理自己 應該是能夠 比較能夠讓這個族群發展的一種方法 教育就是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事物 我們當然一直在講說 原住民族教育 我們並沒有要排除一般教育 只是說我們在整個 形塑一個族群認同 一個個人的認同過程當中 教育是非常基礎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國民教育的階段 或者說我們現在談的 基本教育12年這個階段 以原住民族教育為主 一般教育為輔的情況底下 其實是可以兼顧到這件事情的 其實是不會說 這個我們在整個基本教育裡面 以原住民族教育為主 未來原住民就沒有競爭性 其實這個在很多國家 實施民族教育像紐西蘭 這個都已經被推翻 被推翻 只是說我們現在 還是比較抱持的是一個 非原住民族的一種思維 在看待教育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會 也會關係到原住民族社會本身 這也是我常常會提醒的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做一個家長 你願不願意讓你的小孩 是用這種教育方式來去學習 其實我們現在還是有很多 就是很多家長都是抱持保留的態度 那這個也就變成說 這個到底是寄生丹 是誕生基的問題 因為你制度沒有出來 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實驗 或者說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的去看到 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但是確實 就是我們一天到晚在講說 民族認同很重要 民族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其實實際上 像這個都都會去原住民 會講主語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那原因是什麼 其實不是這個小孩子不願意選 是沒有那個環境讓他選 家長也不願意主動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我想是雙邊的問題 當然自治本身 他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但是這個自治的模式本身也會影響 比如說 我其實公開跟大家講 我現在非常反對現在這個五個元腔 回復成功法人他要選舉 因為我當然知道回復成功法人 就是一種自治的概念 但是他還是一個地方自治的想法 因為他受制於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所以他不是一個全然式的自治 然後他的一種政府的產生還是用選舉 那選舉本身就是瓦解原住民族社會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理 選舉這個概念 原住民族社會 你因為選舉其實就衍生出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可以嘗試讓這個五個元腔回復公法人 讓他事情自治 不過為什麼你還要選舉 或者說這個選舉應該回到原住民族 一個自然產出民族代表的這種過程 來去進行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五個元腔就有這個四個元腔 三個元...四個元腔是在南部嗎? 還是三個...三個元腔在南部 在南部的這三個元腔又都是什麼? 台灣組或者是盧凱族 那個組織非常強的這個元腔 如果能夠讓他的這個部落組織去回復的話 其實他的自治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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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正當性也好 或者說他...他未來要能夠發展 可能...可能為台灣其他的主角 能夠發展出一個自治的模式出來 而不是說你又用選舉下去 他還是沒有不拖過去的這個地方派系的一個機構 他還是一樣的問題 原動條例他不是自財權 其實也許我這樣講太快了 他...他還是有跟這個智慧財產權接軌的地方 那他不是自財權的原因就在於說 我們都知道自財權...他就...我們... 一般所熟悉的就是這個...出座商標專利 那...他不是...這個...這個... 自財權的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在現有的這個...這個... 私有財產權的概念體系底下 市場經濟運作的概念底下 他...一方面要保障這個... 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 二方面他必須要適度的把這個... 智慧財產權的內容公開揭露 讓社會大眾可以運用 這是自財權的特質嘛 因為你一方面要保障這個創作者 讓他能夠有創作...創作優因 二方面這個創作成果要能夠分享給社會大眾 那種國家的科技文化才會發展 這就是自財權運作的基本原則 那這個運作的基本原則 在原創條例裡面完全不在乎 因為我就是沒有要跟你分享啦 原創條例的基本概念是... 我就是沒有要跟你分享 我要保護給這個族群 自己來去決定我要不要跟你分享 所以...原創條例它的權利主體是一個集體 所以不是個人 原創條例的保護期間是永久 它不會消失 所以著作權是一般來說就是... 著作人死後50年就是他保護期間嘛 然後商標專利他有不同的保護期間 但是原創條例... 這個...原創的專用權它一旦被認定了 它就永久性不存在 永遠不會消滅 永遠不會消滅 即便是這個族群不見了 這個權利還存在 這個就很有趣 這個就已經... 這個就已經打擊了所有學法律的人啊 因為權力主體 他的權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嘛 所以人不在了他哪有什麼權力可言 那原創條例族群不在了這權力還在 所以這就是打擊了所有學法律的人 所以它不是屬於智慧差安全的一個類型 另外就是說智慧差安全的目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產物啦 所以我就是要能夠讓我的創作或我的產出 我的智慧權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 最大的效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 比如說過去為了要保障這個著作權 那個嚴懲這個盜版業者嘛 一懲就是幾百萬幾百萬幾百萬 因為我在這個整個在運作的時候 也就是希望能夠讓整個市場的利益能夠發揮到最大 但原創條例基本上是不談 不是把這個經濟利益擺在第一位 它的首要目標是要 回復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內容 之後呢再去看能不能夠做為經濟發展的一個工具 但是它的首要不是去做這個經濟發展作為考量 因為這個當然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從經濟發展作為考量 就會衍生出來 那為什麼只有你可以去獨享這個經濟資源 這個就不符合我們現行的這個這個 這個自由權運作或者說智慧權運作的這樣一種結構 所以它兩個立法本身的這個目的跟它的這個這個這個 手段策略本來都不一樣 來 大家這樣子 好 還有問題嗎 因為他們也還是沒有要理我們 所以你們什麼要繼續問 滿意了嗎 謝謝大家 那我們很感謝阿維莫娜老師 蔡老師她今天幫我們介紹了從法律從 真的是從 可以說一開始從世界史的角度 然後幫我們講到最後到那個操作部分的 一些程序的一些現實的一些議題 那我就再補問一個小一個問題就好了 那你自己覺得從法律角度來講 現在跟原住民最相關的 你會覺得是什麼樣的法案 什麼樣的議題你希望還有進入一個法律程序 什麼樣的法案 或者法律已經不再實文 你該做都已經做完了 那現在議題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會延伸我剛剛最後一張頭 已經跟大家講的 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差別條例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的建立本身 也許原狀條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因為它確實能夠去區隔出原住民跟非原住民族的差異 也能夠去凸顯出這個部落集體性的內涵 那這樣一種制度能夠建立起來 其實能夠協助自治的落實 能夠協助自治的落實 那所以我其實對這一塊我自己是比較會去關注到的部分 那我也覺得這一塊其實會蠻關鍵的 那另外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上整個 某種程度上這個條例沒有辦法完全實施 也許也是國家不願意讓它實施 因為這個東西它確實能夠去建立起原住民跟非原之間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區隔 那這個對於整個國家統治來說應該是不樂見的 對於一個統治者來說 因為這個就變成是你的獨立性越強的時候 我未來可能要實施或者是去建立起來的制度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我如果一直讓你非常模糊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用比較概括性的方式來去處理跟住民的問題 那你從法律程度的角度 可不可以幫我們稍微鬆一點 還有你親身也參加一些這種人權運動嗎 大概就實在開始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說看 為什麼台灣現在是不是說在憲法上承認 或者就是宣稱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這是我們的價值嗎 那為什麼在國家治理上很難讓它落實 就像有時候它可能故意不要通過原創條列相關執法 其實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國家 下去 不是 因為大家真的去看 就是說 中華民國在過去強調它是一個亞洲第一個民主的共和國 它也是第一個國家把多元文化條款放在憲法裡面的 所以中華民國是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文化的國家 在亞洲地區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強調它是大和民主 韓國對它的民主性 國家的那個非常 就單一種族的概念其實非常的明顯 啊中華民國其實這是一個 就是歷史創造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地區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區域 但是也是在說 這個不同的政權在整個禁止的過程當中 其實每個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利益保守住 保守住 所以雖然我們說已經承認我們是多元文化國 就憲法已經說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但是每一個不同的政權都希望用它自己的方式去鞏固它自己的利益 它都不希望說讓它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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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權被被被被取代了 所以在我覺得剛好我們經歷過兩個不同政黨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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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 那兩個不同的政黨它在處理這個多元文化的概念的時候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策略性 這個蠻蠻蠻蠻值得去思考的就是說 在97年修憲之前 大家不管哪一個政黨基本上都不坦全住 即便是民進黨四大族群的概念 其實是民進黨所提出來的 就是民客外省民住民 但是在提出來以前他們也不承認原住民 所以當民進黨執政了以後對於原住民的處理方式是 他利用了原住民去區隔 建立他的所謂的台灣意識這件事情 但是有沒有真正的去把原住民的概念放作是一個主位 其實沒有 只幾遍說那個我記得我們那個阿扁總統 他在整個推動這個 一直希望能夠加入聯合國這件事情 他也去提出來台灣要走出去 誰要先走出去原住民要先走出去 所以這個是他處理原住民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接下來國民政府來了 不是不是國民政府 國民黨又執政了以後 原住民變成是什麼 原住民變成其實是某種程度上 他開始去論述這個歷史的求援 這個原流性 也可以從原住民這邊去把它產生出一個連結關係 所以接下來說其實 雖然我們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 但是就是說統治的 就是不同的政黨本身在處理原住民一體 都有為他自己的一些政黨的利益去做一些思考 但從來都不是一個比較一個主位性的觀念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說未來當然就變成說我們可能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帶到這裡來 就是說到底中華民國是什麼 那台灣是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不處理的話 其實原住民就是被使用的恐懼 那多文文化的概念就是一直在不同的政黨思維體系底下 他會做不同的詮釋 但實際上如果從理論上去看多文文化 我剛剛也提到那三個學者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在我們現在的這個處理方式上面 其實都還沒有辦法去呈現出來 就現在的這個相關的多文化的真正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比如說這個原住民族教育這件事情 原住民族教育其實已經被多文化教育被已經擠壓到 已經沒有原住民族教育的空間 因為教育部會提出來說 原住民族教育只是多文化教育裡面的一環 所以今天原住民族要去接受民族教育 也必須要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結構裡面去學習原住民族教育 所以呢你今天要學原住民族教育可以 但是你也必須把整個多元化教育全部一起拿進來 所以那個原住民族教育就一直被擠壓到 還是這樣子 就等於說框架放大以後內容吸食了 對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蔡友士幫我補充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宣稱它是一個形式 它內部是空的 所以這個所宣稱的意識形態要怎麼樣到日常生活的實踐裡面 這個是我們很陌生 也是我想你前面一開始講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那個正當性 其實因為我們多半人還很不熟悉 那個正當性是在那邊 如果這個正當性是被看到的話 後面應該有些什麼不同 這個落差還很大 我們有一個空的一個概念而已 那那個 我們再次謝謝蔡老師 好的 謝謝 然後我們小小廣告 蔡老師已經不小心答應了 就是說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會有在辦 我們在年度的活動之外 我們現在會稍微調整一下中心的年度活動 我們這個學期會就想要辦不只是一個演講 有一點點還在介紹性的這種演講 我們想要辦兩場論壇 那一場會是跟土地議題有關 這也是我們上次蔡老師也是台大園民中心的諮詢委員 所以在諮詢會議的時候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提醒我們這個事情 另外又就是說 我們也在想說要辦一個跟原創條例還有文化資產 跟文化相關的 文化這個概念相關的一場論壇 所以我們還會就請大家看我們的中心的網頁或臉書 那我們這四月份會有兩場演講 鳳先生 四月幾號 九號 三十號 四月九號跟四月三十號會有兩場演講 那就是請大家看我們中心的網頁 那謝謝各位 再見